她是天下最美的美 也是天下最强的修士 却得知自己只是别人笔下的虚幻人 自己的一生也不过是别人编制的剧情 更令她可笑的是 明明是天下最强的她 但那人的笔下却爱上了宗门的一个废物 这绝不是她的内心所想 要随意操弄我邱无忌的人 不管是谁都得死 然而让邱无忌不知道的是 作者楚歌不过是一个后功文写手 在面对相亲时 楚歌虽然能说出她是一个小说作家 但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她写的小说名字 而楚歌的相亲对象很美 她对作家也是挺感兴趣的 也是她愿意来相亲的原因 可是面对楚歌这样的 她只能对楚歌歉意一笑 然后便离座儿气转身告别了 楚歌也只能静静看着女神及妹子的离去 想着上午的经历 楚歌微微摇头自嘲轻声一笑 她继续思考接下来要写的小说大当 她现在已经在开始构筑 她笔下第一女主角的剧情 她叫邱无忌 是主角所在宗门的宗主 是天下最强修士之一 并且还是已经触摸到飞声巅远 天下最美的美人 提拔为内门帝女 还时不时得到美女宗主的亲自指点 这就是主角腾飞的开始 至于后面主角要怎么孝心变质 美女宗主要怎么起一吃嫩草 还得设计长期的剧情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打伏笔了 就在楚歌奋笔疾书时 她突然感觉背后发了 明明她窗户是关的呀 就在她那闷发抖时 一柄森然常见架在她的脖子上 楚歌人蒙了 她的余光向后看去 只见一名绝美如仙子般的古装女子事件 正美眸寒煞地看着她 空气顿时仿佛安静了几秒 下一刻楚歌就听见仙子一句一字地说 你要敢写我喜欢上那个弟子 我拼着世界崩溃 也要娶你狗命 楚歌闻言人都傻了呀 她正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询问她是谁呀 可当她得知眼前的仙女是秋无济时 他人又懵了 她感觉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她的女主角怎么可能从书里跑出来 而且门也关得好好的 这是怎么进来的 就算是贼那也说不通啊 哪的贼会跑进来叫她改书的 再说这女人也太漂亮 本以为上午那个相亲妹 已经是她见到的最顶级的女神 没想到这还没过几个小时了 这个认知就给眼前这位给打破了 但是她那装扮真的太稳和书中描写 要去哪找这样一个女人 来跟她卡斯开玩笑啊 难道她真的从书里跑出来不成 可自己又不是什么仙人 怎么把书中世界变为真实呢 而秋无济看了一眼楚歌的电脑 然后拎小记一样 把楚歌拎离了椅子 自己纠战却朝地坐了下去 楚歌健壮 难不成秋无济要自己写吗 直接把自身的灵力注入到了电脑里 顿时笔记本电脑发出了诡异的电流声 被电的秋无济只能傻傻收回手 而楚歌看着电脑有些慌了 他质问秋无济 不会是把灵力注入在解析这法宝构成吧 秋无济表示他面前的法宝是要怎么使 他都感觉不到灵气流转 那么怎么把文字输入这荆木之中呢 对此楚歌让秋无济起身 他重新做回电脑前 让秋无济想写什么 他来代表 秋无济不假思索地说 写他顿雾飞升打破天人之血 立地飞升成仙 楚歌文言表示不可能 因为这背离世界的设定 就比如写一个凡人突然飞升成仙地 那必然不会成立 话语一落 常见又架在了楚歌的脖子上 秋无济质问楚歌 在你的设定里 我不能飞升吗 感受到似乎他说不 他人头能立马落地 楚歌连忙解释 能飞是能飞 但不是现在 你是主角 主角没了故事就直接崩了 可秋无济偏步 他就要楚歌按他的心 没办法的楚歌只能照做 瞎举飞升之意 渐渐蔓延他全身 天上节云大气 秋无济闭着眼默默感受飞升之意 当他睁开眼睛时 却是什么也没发生 楚歌见状说没用啊 必须要在世界框架之内逻辑自强 这一刻秋无济无比的失落 他没想到 他们的创世妇神 只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他们的世界真相也只是一本书 有的喜怒哀乐操于人手 未来的命运 不过是被设定好了的轨迹 就连他的情感 也时时刻刻随着一支笔的变化而变化 楚歌正正看着秋无济的神情 他知道任谁知道自己是书中人物 恐怕三观都会崩溃 对着秋无济不禁升起了联系之意 秋无济似乎察觉到了楚歌对他的情绪 对他冷声问道 你在同情我吗 楚歌连忙挥手说没有 他向着秋无济解释 他并不是被人操动的 一本书中人物所行所事 必须要有他的逻辑自强 有人说一个角色写出来 就不是作者能控制的 你的出现让这句话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 然而这话却让秋无济清楚上他的常见 眼神悠悠地看着楚歌说道 你想说本作有可能喜欢那个弟子 是我自己的选择 楚歌脸都要绿了 这不是搬石头搭自己脚吗 喜欢那个废物弟子 当然不是秋无济的选择 秋无济横绝当事 何等屁密何等演技 即便动了情 那对象也不可能是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然而楚歌写的是后宫文 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印证 得到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女 就是后宫文的爽点了 不这样谁看了 而秋无济表示那绝不是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你至少能一定程度 影响所谓的逻辑自家 按照说书人的说法 就是说漏了也能圆上 楚歌文言真后悔 把他写得太聪明 他留着冷汗说 确实是可以小幅度的原意下 秋无济正想说什么 脸色忽然微微一变 最后他留下一句警告 警告楚歌无论用什么方法 也不能再写他和那楚天歌 有半毛钱情感瓜葛 若再继续瞎写 楚歌就永远不用写了 留下这句话后秋无济消失不见 而楚歌用力拍着自己的脸 感受着那股痛感 他明白刚才的经历都是真的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笔下的秋无济 可不是什么温柔善良之辈 刚才最有可能的走向 应该就是杀了他这个创世神 从此书中诡计自我运转 岂不是天高海阔认鸟飞 然而没这么做 他不确定一旦创世神陨落的 他的世界会不会因此崩溃 所以就算现在楚歌 已经把他的后续大纲写完了 他也不得不进行修改 只要不跟主角就行了 可是密码 在书中试剑 秋无济盘西修炼中 紧接着一道神念和他的身躯 融合在一起 神念归竅秋无济睁开了眼睛 秋无济想着他刚才经历的一切 其实当时秋无济在面对楚歌时 他的思绪也冷静不到哪去 那一刻的震惊与迷茫 不足为外人倒影 不过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凡是怕的是未知 可既然已经知道了真实 总是有办法改变的 毕竟就凭那个守无负机之力的创世神 威胁一二 让他往东绝不可能往西 现在他能去创世神所在世界 当务之急是怎么长时间留在那个世界 到那时候 退则自己的世界任由编织 竟则遨游外界探索诸天 这宇宙无音天高海国 哪里去不得 喜欢一个弟子 真是笑话 那怎么可能是他的未来 也不可能会是他秋无济的选择 真要找到男人的话 那也该是创世副神才对 这思维无缝衔接的过于丝滑 以至于秋无济一时半会都没发现的不对 等他说出来时 还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可能会这么想 秋无济心中顿时一动 不禁皱起了眉毛 他居然敢这么写 楚歌还真敢这么写 甚至楚歌做的梦 还是关于他的春梦 两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后 他永久留在了现实世界 和楚歌在一起了 如果有一天 你的小说女主从书里跑出来了 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立马打上笔钉 写他会爱上创世副神 也就是自己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一把剑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询问自己要怎么死 不过楚歌对于自己比下秋无济 那是无比的了解 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竟不是他自己 就算如此秋无济 还是质问楚歌 为什么要写他找男人 也要找创世副神 楚歌只能强行解释着 不想和笔下的男主有关系 又要合理还能符合他人设 只能改成创世神级别的 而且这么改读者也能够接受 也符合逻辑 秋无济却是冷冷地反问楚歌 他为什么要找男人 他根本就不会诞生这种想法 现在立马给他赶回去 然而面对强势的秋无济 楚歌沉默了 只因已经发布的章节改不了 并且还拿着手机给秋无济砍 这气得秋无济对着楚歌痛下杀手 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 秋无济决定要把楚歌第三条腿砍 这样以后就生不出血那种的想法 楚歌慌了 他连忙说可以帮秋无济打补丁 面对秋无济说什么意思 楚歌连忙转移话题说 秋无济能从书中出来 他能感受到秋无济在他写的戏份之外 尝试地度过一次紧 所以才能出现在这 而这么做其实也很危险 毕竟过来的只是神念 万一穿越时空 遇到什么差错 那真的是万劫不复 秋无济听出了他的话外意思 惊讶地看着楚歌说 你愿意帮我 看着已经被转移注意力的秋无济 楚歌连忙点头 然后立马打开电脑 在秋无济能力设定下面写了情 简单说就是 秋无济没有飞升成功 却找到了去网碟的未免的方法 可以神魂处有安全的穿梭未免 秋无济默默感受了一下 发现确实有效 这个男人真可以这样 肆意往自己的身体里塞东西 那是不是说可以囚禁他 让他不断强化自己 可是 楚歌忽然转头微微一笑 可是你必生骄傲 原本明明是生死之间闯来 靠自己聪明瘾无浴血奋斗而成的修行 变成想要靠人赐予算是怎么回事 听到楚歌的话 秋无济气羞羞地质问楚歌 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 还有这么说你不怕挨打吗 楚歌反问为什么要打他呢 这不是在帮他吗 本身秋无济 就是楚歌倾注所有幻想编织出来的女人 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再是冰蒙冷文字 对于他来说是何等的惊喜 现在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帮助秋无济争托书中世界 这也算是他的求道吧 秋无济叹了生气 他知道楚歌没说谎 确实他是有道之人 而楚歌看着秋无济来了的自我介绍 毕竟两次见面 秋无济都没问过他的名 秋无济看着楚歌伸来的手 他突然翘脸一顿 然后就是对着楚歌一顿小圈圈 这就想摸他秋无济了 登徒子 你以为我秋无济是什么随便的人吗 楚歌摸着满头包的头 他下定决心要打一个握手礼的 不过一天没吃东西了 楚歌决定带着秋无济去外面逛街 而来到外面的秋无济震撼 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 他看着别人打电话 觉得是在万里传音 有人拿着食物在拍照 觉得是在射魂流影 有人点着了口中叼着的纸绝 觉得是在用控火之术 秋无济有些茫然地看着陌生的一切 明明没有灵气 一群繁俗世人 正在做着只有仙家才能做的事情 但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 似乎显得更加真实 楚歌似乎察觉到了秋无济茫然 他说这就迷茫了吗 这就退避了吗 若是如此弹劾探索朱天呢 现在来体验你的天界吧 说着楚歌就带秋无济下馆 还转头问秋无济要不 秋无济看着拉面 一点犹豫都没有的点了点头 随着秋无济加起拉面 放入口中后那是一脸的满馆 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虽说他本就避骨了 但是秋无济为了留在这个世界 他强行凝聚了一个肉身 如今他修为的强度也就练习七 所谓避骨就不行了 当然秋无济也注意到了 店内时刻看他的眼神 他质问楚歌不是 没人会在意他的装束吗 楚歌解释现在是夏天 不是谁都能寒暑不清的 这让秋无济弃成一个包子 老板此时端来了楚歌的命 也是神色古怪的打量秋无济 楚歌干渴 二次元你懂的 秋无济没在意楚歌小动作 他有些失神看着眼前的食物 因为他们繁俗世界 物资匮乏众生皆苦 楚歌这里明明随处肉食 为什么要那样写他的事 楚歌文言表示那不是他编造 这个世界的古诗也是那样的 只不过现在是圣事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事 而且我并不希望你把他当成虚假 因为真实世界极真实 我心中的秋无济当有这个信念 秋无济沉默了一回 好奇地询问楚歌为什么不打压他的心情 那对他更有利不是吗 为什么反而劝诫他 楚歌看了他一眼 因为那不是我的秋无济 这突如其来的话 让秋无济精致地翘脸 不禁染上了许些红晕 他是修仙界最强的高棱女帝 也是这个男人笔下的女主角 但此时的他却在剧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剧 并且还和创造他的男人同居 只因他从书中穿越出来 因为不满明明最强的他 却爱上宗门内的一个废物弟子 这根本不是他内心所想 所以他穿书来找楚歌算账了 不过来到现实世界人生地不熟的他 虽说可以劫富济平熬过去 但还是跟在楚歌的身边 才能快速地认知现实世界 这时的楚歌打算和秋无济 讨论接下来的小说剧情 在原本诡计中 秋无济听说万蛇窟有青龙灵片 于是率队前往 结果在蛇窟深处遇到独守魔军 大战中秋无济占据上风 但结果独守魔军用阴毒法宝暗算秋无济 导致秋无济跌入毒池中 身中骑蛇之毒 听到这秋无济怒了 独守魔军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楚歌甘大地咳了一声 说着接下来的剧情 那就是接下来主角楚天歌也在蛇窟里 却误打误撞得到一枚蛇弦 恰好是秋无济的剑 秋无济听不下去了 这是要写他种春药的烂素故事吗 他用力扯着楚歌的衣领 似乎不给解释立马就要揍人 楚歌连忙说不会写那种烂素剧情 只是主角立了功 更如他洒眼罢了 当然现在不可能这么写就对了 并且现在秋无济也知道独守魔军的剧情 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血 秋无济还会被偷袭吗 这也不禁让秋无济思考了起来 知道了未来他真能改变吗 还是说天意不可挣脱呢 不过大致剧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血 只是主角被摘除原来的鬼迹 解要秋无济自己能找到 而这也是为了测试 秋无济在知道剧情后 到底能不能有所改变 而秋无济看着楚歌 删除了自己与主角的那点交集戏 目光越发柔和下来 看来他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 随后不再打扰楚歌 转身朝着客厅广去 只是此时的他有些疑惑 上次他还感知有其他人在 今天怎么感觉像是搬空了呢 原来楚歌的确有一个室友叫张启元 他与楚歌一样是个扑街小说作家 他一边送着外卖 一边努力完成自己的白金作家梦 于是终于有一本小说上架破了400订阅 这让他放弃送外卖 破釜沉舟写这本小说 可是刚上架没多久 他就被人举报下架了 编辑给他一个月的期限修改 可是就算他修改完了 一个月后谁还记得他这本小说呀 他努力两年了呀 面对这个结果他也只能选择放弃 他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是时候该进场面对生活了 实际上楚歌也没好到哪里去 要不是邱无忌的出现 或许他也有可能选择放弃 时间来到晚上 楚歌也马自完了 他才想起家里还有个女主角 他转头去找 一眼看见门外厅中看着外边的邱无忌 他仙子般的身影 不禁让他的心跳动了一下 楚歌来到他的身后询问他无聊吗 那可以找点事来做的 邱无忌平淡反问楚歌 他能做什么呢 他对现实世界什么都不知道 都需要有人讲解 万一再把什么东西弄坏了 你也不宽裕吧 这话像是一道利剑扎进楚歌的内心 楚歌尴尬地咳了一声表示 想要了解这个世界 可以看看史书 也可以来刷剧 邱无忌大脑过载了 史书他知道 刷剧又是什么东西 楚歌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打算给邱无忌展示一下 结果一打开的画面却是两人在拥吻 邱无忌看傻了 紧接着浑身杀气涌动 要给他展示的就是这个 楚歌下的冷汗直流 连忙换台 转到某神剧的炮火连天 听着大炮枪声 邱无忌有些紧张 楚歌表示这些都是演戏 这都是以前的法宝 现在的法宝可厉害太多了 他让邱无忌没事不要出去乱跑 毕竟要是邱无忌按他的世界观来 怕不是被当成行走的50万直接抓起来 但邱无忌对电视剧不感兴趣 他要看史书 楚歌只能打开购物软件 给邱无忌买书 邱无忌好奇地看他操作询问 这样就有人送书过来吗 是万里传念还是非箭传书 楚歌摇头说不是 正想说什么事 而好奇的邱无忌也想追问楚歌 两人一时间对视在了一起 并且相互之间的距离无比的接近 这瞬间让两人扭过头去 邱无忌也不再追问 刚才那股莫名的情绪 邱无忌迫切地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于是他以等书为由 决定在楚歌这里住下来 现在他就先回房间了 而邱无忌来到次卧盘坐于床上 想让自己有些躁动的内心平静下来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男生同居 对象还是自己的创世附身 另一边的楚歌同样不平静 他想着隔壁就是邱无忌 是一个角色大美女 他一头栽在了床上 这是楚歌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性同居 对象还是自己笔下的女主角 那种心中的燥热实在难以言调 女孩一身欲解打扮 在那一店却蠢萌地缠上了一身绷带 只因她是书中古代修仙界穿越出来的 面对老板询问怎么穿了个小布条 女孩顿时有些害羞不知所措 一旁的男人却说来个地背要为私套盘 原来女孩在和男人同居后 由于楚歌没有和妹子同居的经验 早上并没有分配两人上厕所的时间 导致楚歌在厕所刷着手机 忽略了外面着急要上厕所的邱无忌 而且洗漱用亭准备的并不充分 邱无忌看着只有一根牙刷 听着楚歌说要刷牙 这让他误以为楚歌要把他塞嘴里的东西 来塞他嘴里 这让邱无忌怎么能够接受 对着楚歌就是来了一个过肩衰 楚歌人麻了 这不是他期待的同居生活呀 而邱无忌看着楚歌重重的冷哼了一声 让他劲力的把厕所门关上 这时楚歌有些回神过来 想着刚才邱无忌的小动作 他不禁有些疑惑了 小仙女也是要上厕所的吗 只是能不能答应他 小仙女不能拉把吧 不过还是先去给小仙女买洗漱用品吧 而当邱无忌从洗手间出来后 发现屋内不见楚歌的身影 这不禁让他愣了一下 是刚才他太过分 导致楚歌生气了吗 不久后楚歌回来了 他看到神情有些低落的邱无忌 这幅模样还真不像叱咤修仙大陆的高冷女帝 而邱无忌也注意到了回来的楚歌 连忙起身似乎想为刚才的事道歉 楚歌打断了他 示意自己买的早餐 让邱无忌先吃点 然后好好坐下来聊聊同居后的生活 首先来说 在生活中两人应善意地互相尊重 可以不在意他这造物主的身份 但也不意味着揍他就是理所当然 道理其实邱无忌都知道 只是面对可以操控自己的男人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过面对自己的行为 邱无忌对着楚歌道歉 表示自己下次会注意的 楚歌点了点头 那么现在开始也要让邱无忌 学会适应这个世界 看着邱无忌疑惑的翘脸 楚歌说第一步 就是要改变邱无忌的穿搭 毕竟现在邱无忌的装扮 穿出去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长久就不行了 必须要去买些现代的衣服 而邱无忌看着手机中的衣服瞳孔矩阵 他的世界观遭受到了冲击 只见手机界面不是JK 就是兔女狼热裤等等一些装扮 要知道这种衣服 魔门妖女也不会穿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世界 可能在这个世界是正常的吧 不过邱无忌 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楚歌的馈责 他表示会把花在他身上的钱 还给楚歌的 楚歌文言诗意他要怎么还呢 先说好拿楚无戒指的东西出来点当 是不行的 他没有销货的渠道 再说女元神过来的 身上也没有楚无戒指 对了劫富济贫也不行 在这个世界是犯法的 如果你想街头卖艺 以你那高傲的性格 卖艺给人当后看 到时候不发生点血案就算好的了 邱无忌气死了 楚歌难不成真是他肚子的灰虫 怎么对他的想法一清二楚 楚歌倒是说可以像他一样写网文 到时再开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邱无忌听了疑惑向楚歌询问 只要写了就有钱吗 楚歌文言顿时沉默 他想的太简单了 邱无忌虽是修行天才 但不代表是编故事的天才 而且以他正统思维不屑谎言性格 反而不是合编故事 如果给他补垫 让他变得会写小说 想想就奇怪 邱无忌也不需要楚歌再加强能力给他 他还真不信他邱无忌 连赚钱都不会 楚歌笑着点头 他也会帮忙参谋参谋的 邱无忌定定地看着他 忽然微笑起来轻声地说 现在带我去买一套此事的衣服吧 算我借你的 看着笑夜如花的邱无忌 楚歌的内心不争气地跳动了一下 很快两人便去往了大商场 邱无忌还没开始买东西 就先被店员左右围了上司 而那一声声美女叫得他不禁茫然 这里人打招呼怎么都叫美女的呀 感觉好轻挑 不过看着周围布料都很少的衣服 邱无忌有些不知所措的该选什么 热情的售货员们 给邱无忌挑了衣服 有清纯可爱的JK 有辣妹风的短裙 有优雅之性的连衣裙 在所有衣服中 邱无忌选择了郁姐风的衣服 这个最起码看起来正经一些 随着邱无忌开始换衣服 当邱无忌从更衣室出来时 楚歌真的被惊艳到了 想不到自己的仙侠女宗主 跑出来穿一身OL装也能这么美 不止楚歌被惊艳到了 店员们也是一样 只是他们认真看向邱无忌时 却发现邱无忌怎么裹着小布条呢 便劝着邱无忌再买一套内衣吧 穿这个多不方便 然后又询问邱无忌他穿什么杯的 邱无忌顿时懵了 求助地看向楚歌 他不知道店员说的是什么东西 杯子家里不是有了吗 而楚歌轻咳了一声说 来个地杯的吧 要来四套装置量一定要好 售货员有些惊讶地看着楚歌 这个男朋友知道的挺清楚的吗 他这就去取货 而邱无忌对着自己下面也无比在意 他没有露腿的习惯 而且他看到别人腿是黑丝裹上的 询问楚歌能不能给他买一条 楚歌听了后眨了眨眼睛 还有这种好事吗 而穿上黑丝的邱无忌 他感觉自己更奇怪了 这东西穿的好像跟没穿没什么区别 至于楚歌则看的一本满足 这买得太值了 大饱眼福啊 虽然接下来一个月他要吃泡面就是了 邱无忌也察觉到楚歌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开始质问楚歌 楚歌表示他是正常欣赏呀 没什么不对劲的 你看街上是不是很多人这么穿 也就是他们没你漂亮罢了 那极度的眼神恨不得把你吞了 邱无忌瞥了一眼楚歌 我看是你想把我吞了吧 邱无忌不禁夹了夹腿 底下那玩意儿还是让他觉得羞耻 不过不得不说 虽然看着怪怪的 但穿着很舒服 给自己的修仙女主角穿上巴黎世家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明明刚才还是仙气飘飘的仙子 现在却是换上偶尔小短裙 加上巴黎世家 以及那羞涩的小表情 谁看了不迷糊啊 不过楚歌还没欣赏多久 仿佛就有一盆凉水浇在他头上 只因邱无忌问他 刚才店员说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看着邱无忌那极具压迫力的眼神 楚歌忽然在想当他知道一切之后 自己会不会死 于是求生欲点满的楚歌 开始舌灿莲花解释着 说什么是女性要好朋友之间的简称 邱无忌无语的叹了生气 就会瞎扯淡 聪明的他早就察觉出来 女朋友就是恋人的意思 但他也没怎么生气 所以懒得和楚歌较劲了 现在他获取了现代的服装 也算是迈出了荣于世界的第一步 楚歌微微点头 至少出门不会被人当后看了 邱无忌便问第二步呢 是要获取这个世界的身份吗 楚歌尬住了 获取身份这个可不容易 他只能找朋友问问了 现在楚歌打开电视 让邱无忌多了解一些现代信息 于是邱无忌从电视中得知了 他们所在的城市 旅行时出行的交通工具 无聊时消遣的游戏 甚至连老公老婆这种称呼的意思 也都明白了 这时邱无忌双眼放光 只因他看到电视中的草莓蛋糕 似乎很好吃的样子 楚歌表示下个月带他去吃 因为给他买了巴黎世家的缘故 搞费用完了 邱无忌顿时明白了 这种食物怕是比楚歌日常吃的 豆浆馒头贵几倍 也忽然他意识到了 楚歌为什么要写那样的故事 他得不到所以不甘心 所以他在幻想 包括他的所有读者也在这么幻想 一个出身平庸天赋平庸 凭借着自己努力的少年 一步一步攀登巅峰的故事 而途中摘取的鲜花 就是他的奖励 自己可能是其中最高的那一朵 所以邱无忌也失去了继续问的心情 在楚歌好奇怎么不问的眼光下 他推着楚歌去马子 表示他先去做自己的 其他的来日方长 这让楚歌不禁微微一笑 这是学会了善解人意了吗 邱无忌看着楚歌还在看他 便挥手示意他快去 这一幕让楚歌嘴角上扬 他怎么突然有种有一个家的感觉了 正当这么想着 楚歌发现站在那里的邱无忌 开始慢慢变淡 原来是邱无忌待在现实所在的时间到了 刚好邱无忌也想回去看看 楚歌写的剧情他能不能改变 至于楚歌则哭了 他的短裙巴黎世家才看了多久了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看着邱无忌散落在地上的原味衣服 楚歌沉默了一会 要是以前的他说不定就用上了 但此时此刻楚歌真的完全一点心思都没有 他默默地把邱无忌的衣服 还有巴黎世家丝袜捡了起来 然后丢进了洗衣机 而他自己则会房间骂子 不过心思纷乱实在是难写 写了半天才匆匆上传上去 楚歌也不敢去看评论 由于片刻还是打开了群聊 群友们正在批评新章 批评的理由十分统一 都是短小无力 楚歌在手机搭搭地打字起来 大致意思是他修改大当 先将就一下 群友看到楚歌冒泡 除了问邱无忌什么时候退 竟还说楚歌越写越好了 这不禁让楚歌疑惑了 他明明是随便应付的呀 原来他们是觉得 楚歌写得更细腻了 那些微表情服装细节 可都是以前楚歌不擅长的 楚歌没说什么 发了一个溜了的表情包 只是被人夸了的感觉真好 另一边书中世界 邱无忌从密室中睁开眼睛 这宛若隔世的一幕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很快邱无忌来到宗门大殿 他也得到了万事窟中 青龙灵天的信息 这完全跟楚歌写的一样 只不过在原文中写 他是平淡地说 他偏不 他要面带微笑 并且让人把发现 线索的楚天歌带来 楚天歌被喊了过来 尊敬地对邱无忌行了一礼 行礼的时候 楚天歌冷汗直流 他怎么感觉宗主 盯着自己的目光里有杀气啊 而邱无忌的目光 确实已经从杀机 变成了想象 他发现这个楚天歌 和楚歌长得有点像 感觉像是他的小号式的 或者说是儿子 这么说来 楚歌算不算是在 和自己儿子抢女人呢 这是一枚青龙灵片 只要得到他就能修为大镜 而女人可以从书中 世界与现实世界来回穿梭 在得知自己书中的剧情后 便带着宗门的强者 前往青龙灵片 所在地的万蛇库 只不过在遇见飞行中 他却紧紧捏着自己的裙摆 他不是害怕走光 而是原文中楚歌 写他仙裙飘飘 他想改变这个剧情 同时他又看向了 男主角楚天歌 因为他没有改变楚天歌 获取青龙灵片的线索 所以他奖励给楚天歌 楚天歌进藏经楼三层 愿选一本功法 但结果楚天歌没有好高物源 只在第二层拿了一本 自己喜欢的功法 要知道原文中 楚天歌进的也是二层 所以这是被天意修正了吗 那么他与独守魔君的交战了 已经知道剧情的他能改变吗 另一边现实世界 楚歌想为邱无忌获取身份证 便找了自己考公务员的同学 在经过一番试探交流后 楚歌明白了其中难度很大 并不是他同学能操作的 所以他除非认识什么大领导 不然还真不是 是他这个生斗小明能办到的 如果上到邱无忌是个穿越者 楚歌不幸会被切片的说法 其实应该相反 陆两手仙术说不定会被戴为座上宾 只是可能会失去一些自由 还要配合一些功法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 楚歌不禁好奇 他能不能修炼邱无忌世界的功法 而且邱无忌也不愿陷入那个局面吧 再说楚歌也不是没有私心 邱无忌那么漂亮 指不定以后就泡成老婆一起过日子了 虽然没找到搞身份的方法 楚歌倒也不太焦虑 邱无忌毕竟是个修仙的 仙家吗 出入清明遨游四海叱咤天下 怎么可能束缚在区区一个身份里 接下来楚歌继续开始他的马子之力 只不过在邱无忌的干涉下 他怎么感觉从后公文 却被老婆逼着写单女呢 与此同时书中世界 邱无忌来到了万蛇窟的最底层 他见到漂浮在池水上的青龙鳞片 邱无忌没有选择飞身前的 而是用着袖中缎带 将青龙鳞片摄取过来 只是一拉之下居然没能拉动 仿佛有极强的吸力 将青龙鳞片牢牢固定在池水上方 并且有血力气息透过断带执青而来 邱无忌宁神静气 慢慢消弥这股血力之意 也就在这时 邱无忌身后的烟雾之中 出现了一只血色的魔手 邱无忌突然睁开了眉毛 直接就是一件准确的刺中血色魔手 烟雾之中传来节节怪笑声 在邱无忌的注视下 一个目光猙獰的老头缓缓现出原形 而邱无忌平静地看着他 将独守魔君怎么跟踪他 说得一清二楚 独守魔君听得心惊肉跳 为什么邱无忌能知道他行动 仿佛就是在看着他行事一般 察觉到有阴谋的独守魔君 在袖子里偷偷地钻出了一条暗红色的蜈蚣 顺着地面滋溜不见 而邱无忌仿佛不知道是的 直接选择了动手 璀璨的剑光顿时照亮了黑暗的动物 四面八方近视剑王 扑天盖地的朝中间的独守魔君射去 独守魔君躲闪不及 手中血翻招展 极力挡着邱无忌的剑招 此时他的心中叫苦不迭 怎么一出手就是大招啊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时邱无忌打了一声响指 无尽炙热的火焰凭空冒出 将独守魔君血翻焚烧殆尽 独守魔君傻了 他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但是就算拼着自毁修行也要顿走人神 正在此时 之前放出去的血蜈蚣 爬到了坠龙池中 坠龙池的气息开始进入他的身躯 那蜈蚣肉眼可见的胀大了起来 其实邱无忌一直在关注这条蜈蚣 看着蜈蚣的变化 邱无忌再次打了一个响指 轰着一声蜈蚣四分五裂血肉炸开 见到了青龙灵片上 泡汗的远古龙威蔓延而出 无差别的轰击着洞窟 邱无忌的断带环绕周身 堪堪抵挡着龙威之怒 这时独守魔君眼里闪过狠吏之色 身躯如他的蜈蚣一样轰然炸开 这爆炸威势可就比蜈蚣炸开狂暴了万倍 正在抵抗龙威的邱无忌也没能扛住 生生被冲向了坠龙池方向 坠入了其中 而独守魔君化作一道原神飞顿逃离 最后只留下了一句狠话 邱无忌也没有心思去管独守魔君的原神 他胆受着身躯的毒素入侵 心中反反复复只回荡着一个念头 他真要中毒了吗 天忆真的不可为吗 如果说捏一群这种小细节 可以违背书中记载 但历史大事件想要逆转 看来是不可为的 这就是小事可改 大事不可为的意思吧 毕竟他都大招全开了 也防备了偷袭 却被诡异地修正回来了 不过此时看着谷底的灵药 邱无忌想到了楚歌血 在池底找到了解药 和男主角楚天歌没关系了 毕竟这也是符合他的逻辑的 剧毒的地方生长的东西 往往就是解药 邱无忌在把解药蘑菇摘下后 把他当作楚歌的母样 毫不犹豫地一口吞服下去 接着邱无忌来到外边盘坐运工 就听见脚步声响 原来是楚天歌找了进来 他在得知邱无忌中毒之后 本想把他得到蛇咸果给邱无忌解读 邱无忌微微摇了摇头 示意他自己留着炼丹用吧 那可是好东西 看着楚天歌震惊的表情 邱无忌感觉有些好笑 是在想他怎么知道蛇咸果的吧 不过看着楚天歌离去的背影 新知初某人乱扯的红线 到这一步是真正的彻底断绝了 理论上这个副本的本质 是专为楚天歌设计的 现在情况不同了 机缘是他邱无忌的 这青龙灵天不仅能增进修为 最重要的是能淬炼神魂 经过这次的淬炼 邱无忌已经开始期待下次去现实世界 他能在那边待多久了 女孩只是看到外面晾晒的衣物 为什么会面红耳赤羞涩不已 还不停地用小拳拳捶男人 只因这些衣服都是他的贴身衣物 邱无忌一想到他穿过的私密衣服 被楚哥拿在手上 他都感觉有点没脸见人了 原本邱无忌在得到青龙灵天后 他就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楚哥也因为改变了 邱无忌与男主的剧情 被他的读者们狠狠吐槽了一顿 当然这爆炸的评论区 楚哥也早有预料 毕竟后宫文设计女主重骨 不说春要解读那种俗套的 但多少也会有点暧昧 而开不开车就看自己比例了 然而现在却是清水寡淡 要是自己看书看到了恐怕也会骂人 但是邱无忌说过了 不许和主角有任何情感瓜葛 不过现在别说他不许了 楚哥自己也不愿 楚天歌哪位啊 他也配 想着想着楚哥觉得自己有点好笑 承担着书彻底扑街的风险 吃自己主角的醋 楚哥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作者 但他不后悔就是了 邱无忌活色生香的笑颜能抵过一切 而楚哥见邱无忌回来了 他询问独守魔君的剧情有改变吗 邱无忌说没有 还是按照楚哥写的自我修正 楚哥洗杯子的手一顿 他转过头询问邱无忌中毒难受吗 邱无忌听了一愣 心中一股暖一生气 这话包括主角楚天歌所有人 都没问过的一句话 只因都当他是个强大的宗主无所不能 不过楚哥只是当他是他创造的生命来关心 还是当他是一个女人了 邱无忌对着这种感觉很奇怪 不明白怎么了 他除了感觉有点羞脑外 似乎还有一点酸 而楚哥得知邱无忌没事实 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明白了他写出去的剧情 对邱无忌他们来说是不可改变的定数 这时邱无忌询问楚哥 为什么要写独手魔君逃离呢 邱无忌听到楚哥解释翻了翻白眼 什么叫留给主角做踏脚石的 还不是想偷懒 不想塑造新反派吗 对此邱无忌轻哼了一声 又对楚哥说在得知他就是他们世界的天意 是不是很得意 楚哥微微摇头 也许他可能算是 但更大的范畴来说不是的 例如不知道你会从书中出来 也不知道我的书会不会扑死 所以你我的相逢有天意 然而这个天意不是我 邱无忌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转过头 察觉气氛的变化 楚哥倾壳一声转移话题 问出他之前想到的问题 就是他能不能修炼邱无忌世界的功法 邱无忌文言也好奇了 他表示可以教楚哥功法 只不过现实世界的灵气很稀薄 炼了大概没多大效果就是了 但楚哥还是很期待啊 毕竟修先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邱无忌便一边向着楚哥传授法诀 一边询问这法诀是他写的不 楚哥说不是 应该世界自我衍生的 他只是抄了点道德经 邱无忌一听来兴趣了 这个世界的道经 他想看看 楚哥表示没问题 他电脑里好几个句呢 但现在是邱无忌上课时间 他要教楚哥怎么运气 但下一刻邱无忌傻了 只因楚哥问出经脉在哪 要怎么在经脉运气 邱无忌张了张红润的小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功法可是你写的呀 结果你连最基础都不知道 邱无忌很想打他 就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他们的世界 气羞羞的邱无忌转头哼了一声 忽然他看到了什么 不禁瞪大了双眼 只见他之前的衣服被晾在了外面 那皱巴巴的丝袜飘啊飘的 感觉就像被人在手里揉过一样 顿时邱无忌化作了蒸汽机 红云爬满了他的整个脸颊 想着楚哥不知道会对他衣服做过什么 转身就是对着楚哥来了一顿小拳拳的胖走 当然没有用多大力气 楚哥并没有感到多大的疼痛 甚至还能闻到邱无忌身上传来的清香 而邱无忌知道楚哥可能只是帮他洗衣服 最后邱无忌憋了老半天 嘴唇如动了好一阵子 才憋出一句话来 让楚哥以后不用帮他洗衣服 他自己来 被揍的楚哥先是有点疑惑 然后看到那皱巴巴的丝袜后 他脸黑了 他可真的什么都没干了 看着休脑不已的邱无忌 楚哥真的怕邱无忌给他来得很的 在邱无忌转头看向他时 楚哥立马站直一句话不敢说 邱无忌倒是没有在揍他的想法了 孤男寡女一起生活 这些应该是免不了的 不过他也决定了 以后这种衣物他自己用灵气换化就行 这样也可以让楚哥少点买衣服的钱 楚哥却不答应了 他振振有词地表示要融入现代生活 就要融入彻底一些 况且他搞非到账了没那么久破的 邱无忌忍不住冷笑起来 说楚哥是想要有衣服的事物 才好做点什么吧 楚哥顿时暴跳如雷的大喊 他才不是什么变态 男人为了让一万岁的女孩穿上情侣装 竟然忽悠他说 同居的人穿一样的衣服是理所当然的 邱无忌在从修仙世界回来后 看着楚哥把他的黑丝洗得皱巴巴的 他很不满地看向楚哥 既然楚哥要他有真实感 便让楚哥再去给他买一条黑丝 然后自己先换化了一条巴黎世家的丝袜 把自己白嫩嫩的大长腿包裹住 楚哥则美美地看着那黑丝长腿 心里想着是不是该再买一套白丝 来给邱无忌穿 不过由于楚哥要学习修仙功法 邱无忌觉得先把楚哥教会了再说 同时冷冷看着楚哥让他好好听讲 要敢分心小心挨揍 楚哥委屈巴巴听着邱无忌解说 想要摆个五星向天的造型 但似乎有点困难 邱无忌见状上前打量了一阵 伸手掰正了他的姿势 调整了一下楚哥的手脚 不过由于两人过于接近 楚哥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 以及邱无忌身上传来的体香 这让他一阵一马心圆 而结果就是他脑袋上挨了个暴力 邱无忌冷笑地质问他在想什么呢 楚哥哭笑不得 现在怕不是邱无忌是他肚子里的灰虫了 邱无忌撇了撇嘴 楚哥那点小心思怎么可能看不出 接下来进入正题 楚哥按照邱无忌的指示开始第一次修炼 但是下一刻 一股钻心的疼痛朝着楚哥起来 楚哥感觉自己经络如同被拉扯过一样 痛得他满头大汗 邱无忌撮了撮楚哥 神色有些严肃起来 原来楚哥浑身经脉淤结堵塞 看着是高大健壮 实则肌肉松弛五脏不宁 简单来说就是楚哥太虚了 以楚哥现在的体质暂时是不能修行了 需要调养调养再说 这可把楚哥打击得不轻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啊 而且就算不为了自己 为了邱无忌 楚哥也打算下定决心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之前 要先把肚子喂饱了 楚哥便带着邱无忌来下馆子吃黄闷鸡 邱无忌一边吃着一边提醒 从今天开始 楚哥的饮食作息要恢复正常 不能一天只吃一顿饭 晚上也不能熬夜 太伤单了 楚哥有些不情愿 邱无忌见状表示 等楚哥成为休闲者了 那想怎么熬夜就能怎么熬夜了 楚哥觉得有道理 又试探着问邱无忌 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他师父了 邱无忌闻言露出一丝微笑 那我是不是该叫你父神啊 楚哥一脸激动之色 还说这感情好 各叫各的 下一刻楚哥就不好了 被邱无忌暴揍了一顿 邱无忌一边收回 拿来揍楚哥的高跟鞋 一边发出疑问 据他所认知在家里做饭 显然比外边更便宜干净 为什么还要天天下馆子呢 楚哥打了一个嗝 回应了邱无忌一个字来 而楚哥这事忽然来的兴致 询问邱无忌会做饭吗 他没有写过邱无忌之前的人生历程 结果因为楚哥设想过 邱无忌还真会做饭 只是邱无忌哼了一声 就算会 为什么要做给楚哥吃呢 然而下一句楚哥的话 让邱无忌不得不承认 他还真必须要做饭给楚哥吃 只因楚哥说了两个字 那就是房租 被秒杀的邱无忌立马就打算去买柴米油盐 楚哥连忙跟上 带着邱无忌来到大商场 他不仅要买生活调料 黑丝白丝才是主要的目的 这时邱无忌注意到了旁边的衣服 楚哥见状询问邱无忌想要吗 可以买一套的 而没有情侣装概念的邱无忌 他看着两套一模一样的男女睡衣 问出了他的疑问 楚哥顿时就是一顿大忽悠 忽悠他宗门弟子不也穿一样的衣服吗 这同居生活穿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邱无忌感觉有点道理 但是怎么想就是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这楚哥是不是在骗他这个一万岁的老人家呀 可惜金主爸爸没有给他反对的余地 乐滋滋的买了情侣睡衣 只是买的是可爱的大头娃娃印花 不是展示的那套 这让邱无忌心中很不满 穿这种小孩子图案衣服 他还怎么有大陆顶尖强者的威严 同时也让邱无忌心中暗暗发誓 他一定要开始搞骂你 能想象有一天 你的休闲女主从书中跑出来了 他不仅穿上了你买的巴黎世家 还会做饭给你吃 让你从点外卖中解脱 这个梦你做吗 在楚哥带着秋秋逛了一遍商场后 不仅买了情侣睡衣 还把做饭的柴米油盐买了回来 当然这些东西让楚哥累得跟懂事的 秋秋扛着两大袋米斜眼看着楚哥 质问他不害臊吗 才拿那一点东西 楚哥则死住不怕开水烫 反正之前都被秋秋知道他虚了 现在也无所谓了 这时秋秋不禁有些好奇地询问楚哥 利器大或者说能打架 可以赚钱吗 还是说也要有身份 楚哥在帮忙把一袋米拿下后 回应说可以是可以 不过要去战乱的地方 而以你的实力很有可能成为大王 但是很麻烦 也没必要 对此秋秋也放弃了这个想法 拿起买的食材打算给楚哥做饭 而楚哥凝视着秋秋一身偶尔装的背影 其实他很想说 我养你就行 可是想想他目前的实力 还真不允许他说着如此装备的话 当然秋秋自己也不愿意寄人理想 本来就要征脱创世神的天意束缚 自然要平等交换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所以做饭属于劳作可以抵房租 只是给别人做饭 让身为顶尖强者的秋秋有些没面子 这时秋秋打开锅子 结果一股灰尘加梅瑞向着秋秋洗脚来 秋秋咳嗽之余 询问楚哥厨房到底多久没用了 楚哥文言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说有两年半了 然后就火速逃离这个 狗看了都摇摇头的厨房 秋秋对此那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创世神似乎傻得可爱 然后秋秋一挥手 白光闪过 整个厨房骤然光洁如新 他一个修宪的清洁厨房那不是简简单单 而外面楚哥打电话喊人送夜话起 一边看向厨房 光洁如新的厨房让他微微一愣 随即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秋秋听到楚哥说话 有些好奇转头问他在跟谁通话 楚哥表示让人送夜话起过来 秋秋文言微微俯下身子斜眼看着他 那你为什么说一半就卡格了 因为我在看你啊 秋秋顿时露出了想打人的表情 楚哥立马一溜眼跑了 秋秋对此轻哼了一声 来到客厅的楚哥 他看着自己的手机眉头紧重 秋秋这时探头看了他一眼 询问他怎么了 楚哥表示他的评论区对骂了起来 秋秋疑惑了 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 因为其他人的书吵起来 楚哥给秋秋解释 就像他的世界修道一样 每个人对道的理解不同 从而产生的争执 秋秋虽然对把小说和道混为一谈 感到难以接受 不过道理还是听明白了 心中只有一个感受 这世界的人真嫌 楚哥出神地看着书评区 他现在真的很奇怪 明明他的书也没有多火 现在怎么这么多人涌进评论区呢 没有第三方引流 就写了个中毒字9 怎么这么多人撕起来了呢 这不应该啊 而秋秋见状感觉 毕竟修仙吗 怎么夸大怎么来 秋秋不可置否地呕了一声 然后端坐在一旁的窗台上 开始认真阅读起 这个世界的历史变迁 而楚哥正正地看着秋秋脱口而出 我马字 你读书 此景可入话 就在楚哥觉得 自己装了个大的很有意境时 然而下一刻意境轰然破碎 只一门铃响了 从外传来大喊声 来送夜话气的 秋秋看着楚哥哑然失笑 而城市的另一段 楚哥的好朋友张其人 曾经和楚哥一样的扑街作者 此时的他正在一座高楼大厦上 眺望远方 手里手机上的界面 正是楚哥的评论区 他的嘴里还呢喃着 兄弟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还是修仙界的仙女 但现在竟然考虑自己要不要洗澡 此时的楚哥正在屋内前行马字中 楚哥偶尔地喝水 导致秋秋目光不禁会看向他 心中也会闪过一些念头 比如楚哥他在工作 自己又无所事事 是不是该帮他添水倒茶呢 但很快这念头又被甩开 毕竟这是要不是他女朋友会干的 要么不就是小丫鬟吗 时间过去良久 楚哥揉了揉自己酸痛的脖子 此时的他已经为接下来大纲打好了调子 他不再让他书中的男主角开后宫了 直接让他走向一条一孤寒的修行之路 这样好处有很多 首先秋秋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二也不需要考虑英红年之急 得罪仇家的牵连问题 三不需要考虑多位女主角的人物塑造 只需要考虑剧情就好了 随着新一章的发布 评论区还是老样子 而楚哥看着后台的订阅人数松了口气 本以为起码跑一半了 现在少了十分之一还好 毕竟秋秋的剧情 还是让有一些人难以接受 这时楚哥闻到一股香味 他寻着香味找来 发现是秋秋在炒菜做饭 不过却是炒锅自动在炒菜 秋秋则站在那里继续看书 秋秋见楚哥愣愣看着他 他轻横了一声访问 没见过新树炒菜吗 楚哥还真没见过 他有些哭笑不得询问怎么不直接变熟呢 秋秋手指一挥 锅中的菜就自动飞到盘子里 表示说那样就少点感觉了 还是自己做得好 而当楚哥上桌后 吃的舌头都差点没吞下去 秋秋做得真的太好吃了 根本停不下来 秋秋见状也很是开心 以他的手艺 是不是可以去做大厨赚钱了 是这样倒也没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就是秋秋的身份 秋秋也明白其中的难处 毕竟他宗门内要是突然冒出个陌生人 还没有一切记录 谁会相信呢 不过秋秋倒是很乐观 办不了就别办了 他也不愿为一个身份忙里忙外呢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楚哥自己心中挺无奈的 还是自己太没用 接下来他询问秋秋 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 有需要解释的吗 秋秋想了想摇了摇头 表示暂时没有 不过这是秋秋话语一转 他已经看了很多神话书 总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灵气的 楚哥打了个格说道 有很多书都有这类设定 比如绝地天通之后消散了 再比如斩龙脉之后消散了等等 秋秋微微摇头 彻底消散倒也不至于 只是灵气比较稀薄 并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觉得这次过来感受到的灵气 比他上一次过来更多了一些 但量过于稀薄 无法准确地确认 楚哥文言抬起头来 眼里也有些严肃 难不成这个世界灵气复苏了 这会是秋秋从书里出来的原因吗 如果真的灵气复苏 这世界的特殊状况 或许不止自己一个 那他也不能一直天天归缩在家里马子了 比如去参加什么作者聚会等等 指不定就能意外得知什么超现实的状况 只是问题来了 他是一个社恐啊 交际什么的真的不擅长 不过楚哥看着秋秋 做出一些改变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是用仙术洗碗真的好方便啊 而楚哥也为自己立下了第一个改变 那就是锻炼身体 然而没多久 楚哥就累成狗了 秋秋穿着一身天蓝色运动服 不满地看着楚哥 用他在网上新学来的词说 楚哥是戏狗吗 这才几圈啊 最起码再跑个50圈才行 楚哥不行了 他去做引体向上 结果秋秋看了顿时一顿阴阳怪气 怎么只有引体 没有向上了 之后楚哥回到了家 开始吭哧吭哧地做起了俯卧撑 秋秋越看越觉着这姿势很奇怪 询问楚哥是什么奇怪修炼姿势 而楚哥没做三分钟就趴地上了 秋秋的目光再度变得怪异 这就是您的半小时吗 楚哥脸上再也挂不住一蹦而起嚷嚷着 一直看着他干什么呀 去看你的书啊 秋秋文言顿时拿起书切了一声 至于锻炼不下去的楚哥准备去洗个澡 询问秋秋要不要洗洗 秋秋淡淡表示他会洁身之术不需要 楚哥也不在意 只是说了一句 不自己洗 总感觉没洗过一样 很快的浴室里面传来花花的水声 秋秋翻书频率不由加快起来 脸上不禁鼓起了小脸 所以说男女同居就是麻烦了 这种只隔着一扇门 一个男人赤条条在里面洗澡的感觉 让人心根本平静不下来 秋秋只能强迫自己不要去注意 但是楚哥最后那句话倒是影响到了他 秋秋看了看自己 虽然会洁身之术 但身为女人的他 也是会有泡澡的欲望的 所以楚哥最后的话多半就是故意的 他能不知道自己的习性 我看他就是想体验一下 隔门有个女人在洗澡 是什么感受吧 自以为猜对的秋秋 愤然离坐回自己的次我 他才不让楚哥得逞呢 只是他刚进门就愣住了 只见床上的床单枕头被子 已经凸得整整齐齐 并且还隐隐散发着清香 这是楚哥还没等他从书中世界回来 就买好的吗 他是有多期待自己和他住啊 而秋秋摸了摸床上的小猪抱枕 心意领了 可是他真不需要睡觉啊 事实证明不管是凡人还是仙女 只要是女人 他们都喜欢洗澡 由于秋秋就睡在楚哥的隔壁 导致楚哥翻来覆去睡不着 就算他今天运动量很大也没用 于是他决定去上个厕所 只是当洗手间一打开 映入楚哥眼帘的是浓浓的雾气和一件睡衣 再之后是那爆炸般的身材 以及秋秋那湿漉漉精致的翘脸 楚哥的眼睛都看直了 情不自禁地就转向了秋秋红润的小嘴 还有白皙的大长腿 而反应过来的秋秋脸上逐渐不满红晕 此时的秋秋是他有史以来最慌的一次 他不久前可信誓旦旦地说不洗澡的 而且现在不仅偷偷洗澡被抓包 还有只身跟楚哥一样的衣服 让他羞涩难当 果然当初就是被楚哥给骗了吧 忍不了被楚哥注视的秋秋想找个理由发飙时 楚哥却对他温柔一笑 轻声说了句 晚安早点休息 看着楚哥进了卫生间的背影 秋秋将发飙的话憋回了肚子 当时间来到第二天 楚哥就对秋秋介绍空调 说他晚上觉得热的话可以开 就不用偷偷跑去洗了 秋秋目光游离地随意应了一声 楚哥就是叹性地询问秋秋 今天可不可以不锻炼 秋秋挟视看着他访问 这就是你要改变的决心吗 然后秋秋来到楚哥身边戳了戳他 这让楚哥不停地喊疼 原来楚哥长期缺乏运动 昨天运动完又没有按摩葫芦 所以就导致肌肉酸痛 楚哥便问有办法治疗吗 秋秋想了想 方法当然有啊 而且简单 仙法之下什么酸痛都不会流 一想到这事 秋秋眼神像看着虫子一样 看着楚哥质问他 为什么他的仙术什么都能隔空生效 唯独疗伤不能 能不能给他个解释 楚哥眼神顿时飘忽起来 这种事情还用解释吗 君不见电视里男主角给男人疗伤 都可以隔着衣服 给女性疗伤就必须脱吗 他作为后宫文写手 肯定也要向这些靠起是不是 秋秋看他那得性就知道什么情况 肯定不是什么好设定 然后对着人在歪歪的楚哥 让他去改一个补店 楚哥当然不乐意 以这种疗伤方式打不了补店 拒绝了 秋秋闻言冷冷看着楚哥表示 是不是需要疗伤就必须触碰他 楚哥刚想说是 秋秋气得扭头就走 要疗伤自己疗去吧 痛死得了 楚哥当然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 他舔着脸说他的理由 说什么是为了搞清楚秋秋穿越的秘密 这样酸痛持续几天 岂不是浪费时间 秋秋直接就是一脚把楚哥踹飞 让他滚 真的当他那么好忽悠的吗 躺在地上的楚哥无奈了 果然一万岁的老奶奶就是不好骗了 秋秋则轻哼了一声 然后他看向了楚哥放在沙发边上的睡衣 按施竖法把他胸前的娃娃图案改成了哭脸 秋秋看得扑的一声差点没笑出来 同时也有些满意 这样和他的就不一样了 也顺眼多了 而他又看了一眼锻炼的楚哥 秋秋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多了解一些 这个世界的医学知识呢 不然好像会错过不少风景 修仙者性情甜蛋熬得住 他始终没有太过热切地想要出去了解更多的念头 反而是楚哥对此更在意些 觉得他了解太慢了 始终局限义乌 可是秋秋自己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一无之中的风景尚未进来 谈何一事呢 而且他寿命漫长可以慢慢去了解 说不定几十年后看着白发苍苍的楚哥 也别有乐趣 可是秋秋想着想着就有些皱眉了 他觉得楚哥要是老死 好像不太好 于是秋秋用力一巴掌拍在楚哥背上 让他不要偷懒 必须让楚哥早点休息 至于他心中其他的一些情绪 秋秋只当自己觉得是因为创世父神不能死 所以楚哥痛苦的好日子开始了 在现代世界竟然出现新的修仙者 还意外地盯上了秋秋 此时的秋秋看着手机眼里有着光 这好像就是楚哥万里叫人送夜花期的法宝 这是楚哥买来送他的 楚哥还准备再买个二手笔记本给秋秋 有了这两样秋秋就能更快了解这个现代世界 秋秋对此有些犹豫 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要花不少钱 楚哥的稿费能顶得住吗 楚哥表示不是算他借的吗 秋秋翘脸一鼓 质问楚哥是不是故意让他欠这么多 让他无以为报什么的 楚哥一脸意外说这套路都知道了吗 秋秋哼了一声 然后幻笑起来询问楚哥 知道还债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吗 面对楚哥疑惑的目光 秋秋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 一脸杀气凛然地表示只要楚哥死了 那就不用还了 楚哥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摇了摇头说 那可不是我的秋无忌啊 秋秋闻言那是对楚哥一脸嫌弃 什么时候他称楚哥的 这时楚哥让秋秋把手给他 秋秋有些迟疑 但是楚哥直接抓上了秋秋的小手 看着秋秋似乎要生气 楚哥连忙说等一下 紧接着楚哥掏出了一支钢笔 在秋秋的手上写了起来 秋秋感受着手上传来的触感 让他的小脸不禁红润起来 片刻后楚哥写完了 他一脸笑容让秋秋记住 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秋秋看着自己手上那串号码 这就是独属于他的手机号码 这是否代表着他越来越接近现实之人了 而且手机的通讯录 只有楚哥他一个人的名字 就连他这串号码的后面 都是属于他的身份印记 哪怕不富裕 他那份我有责任帮助你的心意 是真真切切一步一步实施着 在联想到楚哥那句话 秋秋觉得楚哥这时在让他帮他治疗 自己可能不会拒绝他 只是这种感觉 让秋秋忽然想回到书中世界去 他不明白这感觉是什么 只不过让他觉得很不好 秋秋看了楚哥一眼 自己要主动回去吗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跑吧 帮他多做点好吃的算了 而楚哥见秋秋要出去买菜 他便教秋秋怎么用支付软件 秋秋也穿上了新买的现代衣服 这时楚哥让秋秋给支付软件取代 怕秋秋不明白 楚哥给他解释是绰号的意思 秋秋便输入了水随天去秋无忌这个名字 秋秋不知道是不是连自己的嗜好都属于天一名 如果按照楚哥原有想法 水是他 天可能是指楚天歌 于是水随天去 不过现在也一样 楚哥现在就是他世界的天 那么意思不也一样吗 秋秋转头看了一眼楚哥 看到楚哥那高兴的样子 秋秋觉得他没有想到那草 只是纯粹高兴他还是沿用了他给的东西 对此秋秋也不想了 反正他就是秋无忌 改不改又如何 然后询问这个世界哪里有食谱卖 带他先去买 楚哥指了指秋秋手中的手机表示 食谱不用买 直接拿手机查就好了 秋秋有些疑惑的拿起手机 这么方便的吗 楚哥笑了笑 所以说电脑和手机这两件东西 才是此时最重要的法宝 当你玩手了 你就是现代人了 秋秋便让楚哥教他 与此同时小区外边 一个身穿卫衣的不知名男人来到楚哥楼下 他竟然缓缓地融入了墙里 而屋内的楚哥正在马子中 他正考虑秋秋和男主楚天歌的剧情 既然不让他们接触了 楚哥考虑写双主角的剧情 为了不让这感觉太凸显 楚哥琢磨着 是不是要多写点别人的独立戏份 但这时编辑信息弹出 楚哥心中一个咯噔 这个时候来找他 不会是遭遇和张其人一样的事了吧 让他小说腰斩吧 然而结果并不是 原来是楚哥字数差不多了 编辑给楚哥申请了封推 也成功通过了 让楚哥这些天多写些存稿 楚哥又是惊喜又是纳闷 他没想到放飞自我的邪后 竟然可以上推荐 这时又有新的信息弹出 是他好哥们张其人 来询问他怎么不再评论区互动 跟个无情马子机器人似的 楚哥对此回他也不是没冒泡吗 而下一刻两人都说自己在忙 张其人顿时阴阳怪气气楚哥 说他是忙着谈恋爱吧 他可是看到一个漂亮女人 跟楚哥逛街 楚哥有点麻 张其人是怎么发现的 他和秋秋都没出去几次 难道张其人也在附近工作吗 于是楚哥便问出了他这个问题 张其人回应他当了保安 前两天还追贼呢 只不过让他跑了 然后意外看见了楚哥 并提醒楚哥小心点 楚哥有些皱眉 他家附近竟然有贼 不过这时秋秋喊他吃饭了 楚哥也没过多在意 秋秋看着楚哥笑咪咪地询问他怎么了 楚哥则一脸神气地表示 他今天遇到了好事 可以理解为他也被东门赏赐进入藏金楼 能转化多少修行还要看自己 秋秋顿时就理解了 那也确实是个大好事 不由地说主角的待遇进到了楚哥身上 楚哥笑着看着秋秋也不说话 秋秋正了正 然后笑容迅速消失 他一脸杀气腾腾地看着楚哥 他本人是不是就属于主角的待遇 然后到了他楚哥身上 楚哥连忙往口中扒饭求生欲点满地说 也许是女主角的出现 把运气带到了我身边 秋秋哼了一声 不再计较开始干饭 不久之后秋秋放下碗筷 他表示要借五十的阳气修行一回 无事不要打扰他 在这万籁狙计的午后 秋秋盘腿在自己的房间中修炼 只是这是他身后墙上 渐渐显出了一个人影 人影渐渐地越来越凝实 竟从墙壁上直接走了出来 这似乎是穿墙树 黑衣人目光转动 立马就看到了修炼的秋秋 他的眼睛直接就发直了 看着看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这也太美了 继而就是一阵狂喜 他好像走错了房间 但也不亏啊 就在他的手伸向秋秋时 秋秋冷冷地睁开了眉眸 立马转身看见 这一刻宛若虚实生电 男子仿佛坠入雷击 他动不了也喊不出 无法再呼吸如坠地狱 这个世界真的灵气复苏了吗 只因这个男人使用穿墙树 还盯上了秋秋 秋秋一个冷哼 就将那个人定在原地 此时楚歌突然出现在男子的身后 拿着扫帚恶狠狠地拍在他后脑上 随即楚歌紧张地看向秋秋 询问他没事吧 秋秋一脚踩着那名男子 一脸轻松血液地反问楚歌问谁呢 楚歌看着晕过去的小贼 才反应过来面对秋秋这个休闲者 该担心的应该是小贼才对 秋秋看了一眼小贼有些好奇询问楚歌 他是穿墙而来悄无声息的 居然能感知到他进来 楚歌文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他午睡没有睡着 然后听到一点动静 感觉不对就过来了 秋秋看着楚歌心里微微吐槽 其实是因为一直在关注隔壁的动静吧 他一手无腹机之力臭血术的 还浑身酸痛重呢 却一时间心急火燎地拿着个扫把冲进来 而且连鞋子都穿反了 这感觉让秋秋心里有一点点甜 但是嘴边可不饶人 戳着楚歌让他悠着点 身体那么弱还来捉贼呢 小贼手里可是有匕首呢 楚歌不满反驳着这是男人的事 地上的小贼也醒了过来 此时他有些无语 这是贼被捉住之后应有的反应吗 想象了几百种死法没想过这种啊 但小贼突然听见那个女的说 要不要把他杀了 他差点就激动地要跳起来 幸好他听见楚歌说宋官不能杀 让小贼松了口气 而秋秋又问楚歌把他变成白痴有问题吗 面对楚歌的疑惑 秋秋表示自己想搜个魂 楚歌想了想拒绝了秋秋的提议 变成白痴宋官会很麻烦 还是问问先吧 秋秋朝着小贼走近 手上电流闪烁地说 那个小贼不肯说怎么办 他那么弱可以试着搜下魂 秋秋话都没说完 那个小贼立马来了个做下事 大喊着大佬要问什么 他都会说 此时的小贼是真的怕了 这种眼睛一瞪就能把人并生的变态 他可不敢赌这话是吓唬还是真的 万一真变成白痴岂不是凉凉 秋秋看着眼前乖巧的小贼 他冷着脸询问他的穿墙之术从何而来 小贼有些傻了 就问他这个呀 难道不问他为什么跑到这来吗 见他迟疑秋秋的眼神越发的冷冽 小贼被盯着冷汗直流的大喊 说是自己觉醒的天赋异能 很多人都是 听到这话秋秋和楚歌对视了一眼 很多人都是 那就是说真的是灵气复苏或者异能觉醒吗 楚歌便问他很多人是多少 他都快活了三十年怎么不知道 小贼回应很少很少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但终究特殊嘛 慢慢总会有点事情关联上的 然后开始各自有点圈子 楚歌再度和秋秋对视一眼 然后打量了一下小贼表示 你有了穿墙异能就用来做小偷吗 你的圈子挺包端哈 小贼看了一眼自己 原来自己打扮得像小偷吗 早知道换一身了 但这时秋秋手上再次亮起电芒 小贼吓得立马说自己是来找一个敌人的 只知道他在这区域内 不知道具体 所以一户一户找 楚歌这时立马反驳小贼表示他在说话 这让秋秋凝聚了一只虚空巴掌 直接就是抽了下去 而秋秋也有些好奇楚歌怎么知道在撒谎 楚歌这时冷笑道 谁会大中午的一户一户找 又不是谁都有午睡习惯 你是确定了对方在家或者不在家 楚歌的虚空巴掌又大力抽了下去 楚歌在一旁看着被暴打的小贼 他不知怎么的留下冷汗 这母暴龙太暴力了呀 自己之前没被打死可真是运巧 而那小贼已经被打成猪头 他哭着求饶别打了 他是来对付月影的 并跟踪过他 电梯就是停在这层 没敢跟太紧 楚歌脑海中迅速闪过对门的少女 似乎他每次咒服夜出酒意熏染的 楚歌好奇询问他是干嘛的 小贼表示是地下打黑拳的 因为他赢太多了犯了机会 而且有人怀疑他可能接杀手业务 有案子和他相关 楚歌不禁无语了 总觉得故事有点魔幻 这年头真有黑拳杀手啊 还是个美少女 还住自己对门 不过自己书中女主角都跑出来了 多魔幻的事情好像也不奇怪 此时秋秋来到楚歌身边低声询问他 要去他们的圈子看看吗 楚歌犹豫片刻还是拒绝了 毕竟不知道对方强度 还是不要主动涉嫌的好 并问秋秋能不能洗掉刚才的记忆 然后把他交给警方 秋秋看着他没说话 按他的心思才不怕这点涉入 相反应该主动涉入 不过秋秋还是听楚歌的 抹去他短期内的记忆问题不大 其实楚歌也明白秋秋想法 因为只有那样 才能以最快速度进入这世界的超凡氛围 而且这种隐秘圈子 要搞所谓身份什么的更不是问题 这比他在家里柴米油盐有意义的多 可是明显楚歌并不想突兀打破这样的生活 之前他不急 楚歌想快些 如今是楚歌想躲避 他想快些 因为对不同事件的观念不同 然而这时秋秋再度抽了小贼一巴掌 原来是秋秋想打碟 让小贼把身上值钱的物品都交出来 这一操作让楚歌俩人头上 不禁缓缓浮现一个问号 在经过秋秋的电疗后 小贼把他身上的钱都交出来了 秋秋拿着现金询问楚歌 这就是你们世界的银票吗 面额就对应银票多少吗 听到楚歌的恩圣 秋秋立马高兴了起来 那这样可比楚歌写书赚得快 楚歌不禁无脸 对不起是爸爸的错 没把你写好 而秋秋弯下邀拎起小贼表示走吧 去把他处理掉 并且也已经把他的记忆清洗掉了 片刻后楚歌他们把小贼 丢到马路绿化带上 原来秋秋把小贼的记忆 洗在停留在了进小区之前 这样谁袭击了他也不知道 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楚歌闻言看了一眼秋秋 怎么会这么熟练呢 不过这时小区的保安也注意到了小贼 在喊人后也报了警 楚歌便和秋秋往回走 这时秋秋询问楚歌心中不安吗 楚歌嗡了一声 秋秋表示是因为他抢劫吗 楚歌回应有这部分因素 让秋秋以后别做了 在这个世界早晚会出事的 秋秋看了一眼楚歌 他会这么做不是因为你写的 楚歌耸了耸肩 也没否认秋秋的做法 毕竟秋秋有那想法 也是因为他的世界设定 说不定这是他内心的想法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阻止 而楚歌主要担心 这来钱太快会上你 做多了就会出事 而不是因为这次本身 其实教训这种贼他还挺爽的 秋秋微微点头 是以自己以后会注意的 不过秋秋这时好奇 楚歌刚才说部分因素 那主要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触碰了超凡世界吗 楚歌看了一眼旁人点了点头 也许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超凡世界 或者武侠仙侠的梦吧 但当这样的事情 真正出现的时候 总会有些不安感 随即楚歌自嘲一笑 谁让他只是个 平平凡凡的过了 二十几年的普通人 秋秋文言歪了歪头 一个能创造世界的男人 居然说自己是普通人 若我秋无忌的父神 只是普通人 那露露众生起飞屯卷 楚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这可不是他的本事 秋秋怎么出来的 他可不知道啊 秋秋轻哼了一声 那又如何 别人觉醒的天赋异能 难道就是他们自己的本事吗 还不都是从天而降的 之所以不安 无非源于虚弱 你若是够强 谁能左右你的生活 楚歌文言正正看着秋秋 是爱你够强 连父神都差点砍了 逼着更改你的命运 突然一辆警车 从他们身边过去 两人便都停了交流 看去警车的方向 然而让楚歌意外的是 他见到了熟人林武阳 女孩是修仙世界的顶级强者 当他来到现实世界 第一次上网后 想到意外地见到了熟人林武阳 而且看似还是个小领导的模样 负着手在周围巡视 也就是这一看 让林武阳看见楚歌 站在远处围观人群里 这倒是让他愣了下 于是他朝着楚歌挑了挑 没事一跟着他来 至于秋秋就留在原地 并没有上前 林武阳有些好奇 询问楚歌住在这吗 楚歌表示没有 隔着几条街呢 只是路过看个热闹 而楚歌也好奇地询问 林武阳掉岗了吗 毕竟原来的他考工考的是文职 现在居然能出警 林武阳回了句 差不多没说太戏 然后打量起楚歌问他 最近有没有见到奇怪的事情 或者生面孔出入 楚歌文也没好气地反问他 他连一栋楼的人都不认识 别提两条街外了 而且这年头问其他人也不是一样 在说话间 有警察匆匆过来说道 林科监控看了 林武阳便对楚歌表示有空聊 现在正式来了 楚歌挥手跟林武阳告别 示意他升科长了 下次记得请示范 而那名警察张望了一下 附近没人 对着林武阳会报说 那个小贼是突然出现的 前后连个鬼影都没有 林武阳闻眼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知道 沉思了一会便通知他们收队吧 他们暗中捉穿强人 这么久都没线索 没想到意外在这 顺着这条线 护社长那边的材料 也差不多可以交差了 那名警察询问林武阳 把小贼丢在这的人怎么办 林武阳摇了摇头 表示回去审讯再说 若是狗咬狗最好 便是真有其他未知异能者 这番操作也像是 给警方卖人情势的 毕竟人家说不定 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还是不要胡乱干涉的好 咱们必须保护公民的隐私 和正当权益 多探听无意 而楚歌静静看着警车的离去 突然他余光看到一道人影 当他转过头看去时 那道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楚歌虽疑惑 但也没多在意 只因他听到秋秋说 刚才那个捕头和属下说 如果有异能者 要正常过日子要保护 你们这国度人情未可以啊 楚歌自得一笑 似乎为自己祖国 被认可感到骄傲 并补充这做法是以人为本 也对之前担忧的事情 都被这句话消灭了一大半 想想也对 大部分异能者 也未必就是危险性质的 要是习惯于安逸的生活 想好好过日子也很正常 秋秋对此也同意 只是好奇他们修行很奇怪 像是专门修一种能力 而不是系统性的修行 楚歌刚想说异能和修仙不一样 却没成想秋秋说异能也能修炼 这瞬间让楚歌明白了 看来这所谓的灵气复苏 已经不是一朝一夕 已经发展了一定的体系 秋秋这时转头 看了楚歌一眼笑问道 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也是无意中觉醒了异能 而自己不知呢 楚歌顿时被这话语正着 他可是经过现代世界的洗礼 所以他莫非是觉醒了 幻想具现的能力吗 秋秋听到楚歌的话也愣住了 然后面容似乎变得沉寂 并摇了摇头是以自己不知 真要是这种能力的话 岂不是神仙之能 随即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表示 楚歌想弄清楚的话 等他修行了 能够体会和操控自己力量时 或许便能知道了 楚歌连忙朝秋秋追去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向他问话 秋秋却不再回答 不多时他们回到了出租屋 又看了一眼对门想起小贼说的话 秋秋冷冷表示那女孩有杀伤性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能力 现在又被人盯上了 怕是会给他们添麻烦 在想是不是该逼他离开 楚歌迟疑了一下 心中浮起张其人说过 他做过游戏主播结果扑街了 说不定他也是一个想过普通日子的人 只是没成功罢了 不过楚歌也知道 让他离开确实是好的 但是通过逼迫的话 岂不是就暴露自己 难道后面又要抹他记忆之类的吗 所以楚歌选择按兵不动 秋秋也明白那样做确实不好 便同意了楚歌的提议 楚歌回到家后 似乎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有一种外界纷扰 全被隔绝了的心理感受 而他看时间还早 决定先去马子再去锻炼 结果秋秋拉住了他 面对楚歌疑惑的目光 秋秋询问他 能不能先教他怎么查食谱 或者看那什么的美食的直播 楚歌文言痛快地答应下来 首先楚歌教秋秋用千度网站 教他以后有不懂的名词之类 直接搜就行 比如他在电脑上输入秋无忌三个字 第一页就显示了 好几条与这个词相关的诗词 其中就包括水随天去秋无忌的全词 秋秋看得美眸放光 这真是顶级法宝 修仙界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同时又有些幽怨看着楚歌 有这东西他不早告诉 他还以为这电脑就是写书用的呢 而楚歌又失业了几个 比如两年半的意思 片刻后当秋秋接过电脑 楚歌提醒他不能全相信电脑里的信息 这里不是权威 只是不同的人的信息 结果仅供参考 随后楚歌便开始教秋秋 怎么用音符软件看视频教学和直播 两人就这么挨在身边做教学 可双方好像都没太大感觉 不久后秋秋学完便将楚歌一把推开 示意他自己可以去忙了 然而这时楚歌看着秋秋才醒悟过来 刚才那姿态明显应该可以开点油的 就比如手把手交啊 楚歌抓闹着脑袋后悔死了 秋秋在目送楚歌离去后 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面前的电脑 然后用他的一纸禅开始打字 秋秋想了想 便在签度上搜索用支付软件转账 能不留线索吗 显示的结果明显是不行的 好家伙秋秋还是没忘了 打劫发家支付这条路 虽说财路断了 但可没影响秋秋愉悦的心情 他继续用一纸禅输入下一条 那就是女主从书里跑出来了怎么办 秋秋一下就明白这条帖子是楚歌发的 只是那回答楚歌好像有些破防啊 这不禁让秋秋想笑 而当秋秋看到桌上的匕首后 他眉头一皱似乎想到了什么 便在电脑上搜索起来 搜索的是神迹夜总会在哪 这地址是在那个小贼身上知道的 随即签度地图上显示出了同城地址 秋秋默默记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秋秋不知道点到了什么 色彩斑斓的网页弹了出来 上面的内容 吓得秋秋啪的一声合上电脑 左看右看确定没人后 秋秋小心翼翼再次打开了电脑 只是那个网页还在 屏幕上跳出了硕大的防护警报 秋秋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甚至觉得这电脑不会烧坏了吧 当下一刻显示弹窗已被拦截 那些网页没了后 秋秋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电脑没事 他决定还是先去看做菜视频吧 当秋秋打开视频网站搜了一段视频后 他怎么看怎么奇怪 这是在叫做饭吗 怎么做得饭穿得奇奇怪怪呢 不过这种行为 似乎在楚歌那里听到过 这好像叫做擦鞭 秋秋不禁头疼地揉了揉脑袋 只因女孩坐在男孩背上过于亲密 害羞的他竟直接逃回了书中世界 原来刚刚在楚歌马自结束后 他打算活动一下筋骨锻炼身体 只是他推开门发现秋秋还盯着电脑呢 秋秋在看到楚歌后 连忙放下电脑 也明白自己过于沉迷电脑忘了去做饭 楚歌可不会放过这个调侃的机会 秋秋立马为自己辩解 说只是为了多学几道菜罢了 而秋秋见楚歌准备锻炼 询问他的酸痛好了吗 楚歌回应没有 但突然出现的异能力者让他感觉到紧迫感 秋秋看到楚歌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他叹了口气坐在沙发上 并让楚歌先别锻炼了 来坐到他的旁边 楚歌文言不禁疑惑地看向秋秋 秋秋眼神有些飘忽地表示 给他治疗活血 这话瞬间把感动写在了楚歌的脸上 秋秋对楚歌的眼神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让楚歌不要磨蹭快点 其实秋秋能直接让楚歌贯通其经八卖 滋养五脏六腑 只不过是想让楚歌踏踏实实从头开始 毕竟得来太过容易 会导致心处气躁 对着秋秋询问 对他治疗会不会缩短在现实世界停留的时间 秋秋听了愣了愣 然后立马笑着对楚歌说不回 但是楚歌明显察觉到了 所以他拒绝了秋秋 打算自己练 这让秋秋爆发了 他瞬间来到楚歌的身边 一把将楚歌揪了起来 扔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然后一个跨不起到了楚歌的背上 对楚歌就是一顿胖揍口中骄骂道 装什么装 明明就想要还一脸正气啊 我才不要你办好人 口是心非最惹人厌了 粉泉雨点落到了楚歌的背上 让他一阵痛苦 但没过多久 就让楚歌无比的输手 毕竟秋秋虽然在打楚歌 但也在用灵力帮他疗伤 与此同时另一边车水马龙的市局中 林武阳将一份打印好的文档 交给他面前的美女顾社长 顾若妍查看着手中文档 忽然说这里面还有一漏 林武阳表示不可能全都打探出来 今天虽然意外捉到了川墙人 从他嘴里撬出了他的一些同伙的身份和能力 想要更多的信息 只能慢慢再探查了 顾若妍却是微微摇摇头 我不是指那些 那些本来就不指望能知道 这话却让林武阳疑惑了 下一刻顾若妍直直地看着林武阳 是林科长你自己啊 林武阳顿时愣着 而顾若妍拿起桌上的钢柄 在文档下方写了一段 然后笑看着林武阳将文档递给他 只见异能者名路上其他的没什么 但主要的是异能力栏上却写着强制真话 其他的什么开发程度性质和潜力评估 全都写得一清二楚 另一边楚歌房间中衣服散落了一地 楚歌一个人孤零零地趴在沙发上 秋秋已经消失不见了 此刻的他一动都不想动 其实秋秋这次停留的本来就很久了 大约也已经在濒临回去的边缘 现在大肆动用法力洗涤楚歌的耕骨 自然是留不住啊 而楚歌看着秋秋的衣服 要是之前楚歌肯定很兴奋 可现在楚歌连半点心情都没有 并且楚歌体内还停留着秋秋临走之前 给他指点的经络运行 楚歌能感受到那法力在自己经脉中有走运转 也象征着楚歌的修行开始启蒙 楚歌是真没想到 自己可以修炼当初下编出来的修行功法 本来在书中设定中 秋秋宗门屹立万年 他纵横天下 藏经楼里长期收集的宗门力带天才新创功法 这原本是为了方便主角而设定的宗门基础 如今却全便宜了自己 而且像那些穿墙啊之类的异能 只是单一的一项特殊能力 说白了不过是仙道的一种术法 不过也不排除个别单一超强异能 如果他自己真有什么想象去献化的能力 那可比什么仙法都牛逼 也还好他如今接触到了超凡世界 而且他这也算是唯有毒法 就是不知道 现实这些灵气足够支撑他修炼到什么程度 只是如果修炼高了 能不能强行让秋秋永远留在这里呢 楚歌已经越来越习惯身边有他的存在 如今越来越厌恶这种离别 更加害怕秋秋一去不回 因为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秋秋来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不就是认知一个全新的世界吗 但当他越来越熟悉这个世界 直到和现代人完全没有区别的时候 他还有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楚歌第一次后悔之前 无私帮助秋秋了解世界 应该让他学慢一点 更慢一点才好 楚歌将秋秋的衣服放到洗衣机后 他正正出神了好久 觉得强行是不行的 正因自己以善意待他 才会得到相同的态度为一 这一点秋秋也是知道的 楚歌摸了摸肚子叹了生气 今天晚上没饭吃了 但他也没心情吃 便继续马自取 而在书中世界里 秋秋坐窗边正在为自己弃查 其实按楚歌的写法 他应该是站在窗边赏月 但是他偏偏就不 其实他这次跑回来也有点故意的 毕竟与楚歌第一次那么亲密接触 实在是让秋秋很害羞 而且想想秋秋就很气 自己是叱咤风云一宗之主 为什么要去那里帮他做饭了 还是回来的好 还要明知道他整天想着色色的事情 忍着不做他 反正现在钱也还他了 自己一生轻松 可是总归还是要过去的吧 他才刚刚了解那个世界呢 才刚刚学会上网中了 怎么能这样做逃兵呢 况且电脑很好玩了 就是不知道楚歌没有自己在身边 现在又涉足了异能者的事情 会不会有危险 不过对门就住着美少女 他会不会见色起义呢 这个想法瞬间让秋秋震主 他连忙起身 将刚才的想法抛出脑外 并且开始念起轻心咒 让自己平静下来 片刻后秋秋睁开眼眸 对他来说无论是楚歌还是他 都希望能脱离书中世界影响 成为真正独立的人 这也算是他们两人共同的道理 至于如何脱离 他要自己改变性情恐怕是做不到 改变大事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无效 世界会自我修正 此外秋秋也知道自己有些谨慎 不太敢真正扭转大事件走向 否则拍死主角楚天歌 是不是一切完事呢 秋秋笑了笑 他不会这么做的 既然如此 秋秋准备做一座楚歌书里 本来不会发生的特殊事件 比如先从局部开始 渐渐影响天下 男人将灵书中世界 竟成为了天道 原来秋秋在回到书中世界后 打算与魔门强者阎谦列赌斗 而这是楚歌正在写的剧情 秋秋看了大纲 知道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剧情 那时他将会共鸣天道之起 和颜千烈完成礼约 楚歌得到编辑夸奖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段剧情有点看透 然而其实主要原因 还是颜千烈手中的四项之物 这是秋秋飞升的关键 说不定当他飞升之后 就能以原生前往现实世界 所以这段剧情 秋秋肯定会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 但模式秋秋决定改改 一个瞬间秋秋变得女王范十足 他竟然开始排兵不振 安排怎么样削减严千烈 锁在魔门的势里 长老虽说答应下来 心中却是疑惑 他们宗主画风怎么变了 这还是那骄傲出城的秋无忌吗 或者改成争霸路线了吗 与此同时 楚歌正在电脑前奋剑集书 他正在写关于秋秋的剧情 此时他的鸡血效果消失 才发现自己鸡肠碌碌的不行 而秋秋不在 楚歌只能选择出门吃饭 在他出门的一瞬间 对面的房门却恰好在此时打开 黑衣少女看见楚歌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可看到楚歌孤身一人 少女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追上了楚歌 楚歌看见少女叫住他有些疑惑 少女在这时忽然说话了 他表示自己这几天在找房子 马上就会搬走了 然后对着楚歌说了声抱歉 就急促地离开了 看着少女落荒而逃的背影 楚歌不禁怀疑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不过他也明白少女发现了什么 只是按理来说 他不应该看得破秋秋的隐形啊 但也还行 是个讲道理的人 而楚歌发现自己 真没有遇上杀伤性异能人士的惊惧感 是因为邻居太熟了吗 还是因为 曾经被母豹龙拿剑架在脖子上呢 对着这些已经无感了吗 不久后楚歌吃完拉面 他闭上了双眸细细感知 仿佛能够感受到能量分解 化入体内的过程 没错楚歌现在已经是练气器修饰了 可以内视自己身体内部 如今的楚歌还没法一打坐代替睡眠 不过修行后 却让他睡眠质量大大改善 清晨的楚歌 正准备先修炼运气36周天 再去码字 突然他的手机提示不断响起 楚歌拿起一看 顿时让他欣喜若狂 只因他的收藏长得也太恐怖了 每刷新一次收藏就加几时 不到一个小时都破千了 那么这么看来 没有因为秋秋剧情的瞎写而失败 反而要起飞的节奏 接下来还有编辑答应他的大方推 楚歌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动力十足的楚歌 今天他准备万更 只是这次写的剧情有点特别 刚好是秋秋和颜千烈仕途 共鸣天道之起 以利堵约 楚歌顿时就有了一些想法 秋秋是知道他的存在 那么秋秋在沟通天道 是否就是他呢 某种意义上 他是不是可以降临到自己的世界去呢 而在书中世界 秋秋立于山巅覆手望天 他的身后是一个暴裂的大汗 浑身烈火犹如魔神 正是颜千烈 此时的颜千烈根本不信什么天道 对着秋秋嘲讽是不是疯了 他们修行图个什么 不就是不受拘束 突破此界 遨游欲外 秋秋无比的平淡 在一界便有一界的规则 那就是天道 如今都没踏出 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他反问颜千烈 认为他自己的法门 都是逆天而创的吗 不 并不是 实际也在天道之内 颜千烈闻言大笑出声 他更加的不屑了 抱有这样的念头 质问秋秋几世才能撕碎这天 他也不想再跟秋秋论倒 他想水随天去 那边自己去吧 秋秋闻言冷冷开口 既知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在狗叫什么 颜千烈本想出手 但想到什么 他现在更想看戏 调侃秋秋沟通了半天 听到怎么还没有回应他 秋秋只回了一句 夏虫不可与兵 等着辨识 而秋秋心中 不停按骂楚歌在搞什么 怎么还没写到啊 他都被人笑话了 现实世界 楚歌已经写到了 但是却没有反应 于是楚歌决定再写得更细一点 在这段话写下后 仿佛有什么碎裂的错觉 楚歌眼前的屏幕渐渐模糊 等楚歌再次睁开眼时 一个庞大的世界隐隐出现在面前 与此同时 一个浩瀚的威压突然降临 天穷上传来闷雷般的声响 秋秋知道天道来了 颜千烈完事不公的神态瞬间消失 变得严峻无比 下一刻 他们灵魂深处仿佛想起了这样的共鸣 秋无济与颜千烈的武斗之人 成立 几个流金大字隐隐在天穷浮现 此时的颜千烈 他真的感到了一种约束在心间 如果事后毁约 恐怕真的会有点问题 秋秋却没有借机嘲笑他几句 而是他的魂海之中 清晰地泛起了楚歌的笑脸 冲着他促侠的眨巴眨巴眼睛 秋秋真的没想到 可以在自己世界 见到楚歌 男人藏云术术实际 成为了天道 为的就是让秋秋与颜千烈立下赌约 桀骜不驯的颜千烈 感受到了天道誓言约束 心思虽变得凝重 倒也没有纠结 毕竟约束是双方的 既然是赌斗 难道他秋无计就稳赢吗 但这么大的事 也不能EVEPK 场外宗门也会影响双方决斗天平 看似不在意 其实心中正在骂人 他们这个世界 又没有什么7月15白鬼夜行的说法 楚歌又在乱加什么设定啊 秋秋恨得牙痒痒 非常想把楚歌揪出来打一顿 而现实世界楚歌则痒痒得意 觉得自己装逼语句写得很好 到时候分卷名都可以用白鬼夜行这个词 然而楚歌似乎发现了秋秋的想法 叫嚣着秋秋是不是想做自己 有本事就来 没本事就叫生父神听听 秋秋眼神瞬间冰冷 将自己长剑取出 一脚踏上飞剑 心中恶狠狠地让楚歌等着 外界楚歌正好奇秋秋怎么没回应 下一刻他的衣领被人揪了起来 转头一看 正是脸黑的秋秋 秋秋冷冷质问他 叫父神 是不是以为揍不到你啊 不等楚歌回应 秋秋的铁拳 已经落在了楚歌的身上 楚歌被揍得满头包 但他还是好奇地询问秋秋 怎么现在能这么轻松就出来了 秋秋双手抱胸反问楚歌 是不希望他随时能出来是吧 求生欲点满的楚歌连忙摇头说不是 还说能随时出来才好呢 以后他遇到危险 大喊一声不就无敌了吗 秋秋捏紧拳头 示意楚歌想得太美了 凭什么就要听得见楚歌他喊救命 并没好气地表示楚歌是不是 半眼天到半眼傻了 他回到自己世界都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什么灵魂疲惫都恢复过来了 楚歌文言一脸惊讶 不过他想想也对 自己连续的万更 书中时间推进可不慢 随即楚歌又脑洞大开 想要秋秋快点出来 自己随便写个两天半后七日后的 就行了呢 如果再写个千年后 秋秋是不是就真的自己一人 在书中世界过了一千年 而秋秋斜眼看着楚歌访问 为什么他可以出来时就一定要出来呢 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干 随即冷哼了一声 表示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做楚歌 楚歌卑微地对秋秋扇风 向他解释要认知新世界的吗 总是要出来的 就算不提这个 也要与他写的内容相对着 好考虑怎么脱离书中影响 秋秋文言直直盯着楚歌 心中叹了生气 就是这种态度 让他实在无法对楚歌生起反感 看着楚歌细心为他介绍后续的剧情 秋秋能感受到楚歌那股真心 要是换了任何一个男人 可以肆意操纵他的人生 定义他的思想和爱情 会像楚歌这样 为了他能够脱离出来而努力吗 也许他和别人的追求确实不一样 他想的是 我写的人要是真能独立出来 那该多牛逼 想到这秋秋不禁笑了出来 也让楚歌不明白秋秋怎么了 秋秋示意没什么 不过对他而言 楚歌该是父神了 在之后的了解中 秋秋得知只有自己沟通天道是 才能让楚歌降临 并且除了降临什么也做不了 秋秋不由嘲笑其楚歌是个废田道 楚歌也不在意 毕竟存在着逻辑自强 并反手调侃回去说 要是他真的能无敌降临 敢超某人几万年修炼 那某老太太不得妒忌啊 知道自己在雷区蹦打的楚歌 迅速做了个防御姿态 被说到年龄的秋秋虽然很生气 但是他并没有去做楚歌 他才不会满足楚歌这个受虐狂 随即秋秋瞥了他一眼 让楚歌把衣服脱了 楚歌立马护住自己 楚楚可怜地询问秋秋要做什么 秋秋脸黑地来到楚歌面前 只说了两个字 快拖 楚歌不敢再去炸毛秋秋 老老实实把上衣脱了 而秋秋来到楚歌的身后 手指在楚歌背上戳了戳 明白楚歌已经到了练习期 看来这次能降灵书中世界 应该跟楚歌修行有关 不过真想在书中世界做更多的事 那境界应该还要更高才行 楚歌有些无奈 那也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 这时秋秋在电脑上似乎看到了什么 他询问楚歌写的争霸之意是怎么回事 在得知楚歌是基于剧情推演写的 秋秋有些沉默混乱了 毕竟秋秋自以为改变了形式风格 就能动摇剧情对他的影响 到头来只是合理推演而已 而楚歌看着秋秋变换的神色 知道自己写的应该又和他的行为重合了 楚歌立马对秋秋表示 现在的他与往日不同 往日的他并不能感知自己的思维 是否有被强加 现在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感觉到迹象 就说明未必是他写的而改变 秋秋文言来了点精神 询问为什么呢 楚歌笑了笑 为什么不能是你我心意相通呢 话语一出 两人的气氛顿时沉默了 对视了好一阵子 秋秋偏开了目光说 心意相通倒是未必 你太了解我了才是真的 秋秋叹了生气 无论是因为什么 还是带来了一种命运灵明既定之感 仿佛一张争不开的网 这种感觉 真是让人讨厌啊 楚歌在这时忽然开口 刚才你那句话倒是提醒了我 心意相通确实未必 所以秋秋 你了解我多少呢 秋秋没有回应楚歌 而是转身要回房间 楚歌让他等一等 失忆自己饿了 要不要出去吃个晚饭 秋秋看着楚歌有些阴阳怪气的 还以为你要说让我先去做饭呢 楚歌打了个响指 笑嘻嘻地说秋秋果然不了解自己 楚歌不否认喜欢秋秋做饭 但是秋秋又不是丫鬟 就比如说这刚刚出差回来 立马让人做饭 当他是什么了 说着让秋秋跟上他 而秋秋看着楚歌有些沉默了 他发现自己确实不算了解楚歌 不了解他具体年龄 不了解他的家庭 不了解过他曾经的职业 也不清楚楚歌有什么兴趣爱好 但是他为什么要知道呢 一个区区楚歌而已 并骂着楚歌装着有气势的样子 走那么快他妈 楚歌虽然不明白秋秋怎么生气了 不过这不是挺了解他的吗 外边 楚歌两人走在街道上 楚歌示意秋秋吃完饭 再去买几套衣服吧 秋秋反问楚歌买什么 是女仆还是猫儿啊 楚歌顿时震惊了 结巴地询问秋秋怎么知道这些东西 秋秋那是一脸的神气 并表示还知道什么短曲 什么黑色丝袜啊 也是某些人的特殊癖好呢 恶心的不行 某人还骗我说很正常呢 说着一拳打在楚歌肚子上 楚歌颤抖捂着自己大声反驳秋秋 那个黑色当初是他自己选的 看着秋秋红了的耳朵 楚歌会心一笑 尴尬的秋秋有点可爱啊 然后追上秋秋提议去吃火锅怎么样 秋秋拒绝了 理由是太热了 楚歌一把拉上秋秋 表示有空调神器再没什么的 秋秋看着拉着自己手的楚歌 他忘了楚歌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拉自己的手 当时又是什么场面 好像没有特别留神 只是这次留神了 为什么没一脚把楚歌踢飞呢 好像楚歌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刻意挣脱是不是显得自己太在意了 秋秋如此安慰着自己 书中仙女也有叛逆的一天 在这炎炎夏日 楚歌本想让秋秋穿得清凉一些 秋秋却直接穿起了长袖长裤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知道了那些黑丝 不过是某人的变态爱好罢了 然而让秋秋不知道的是 他虽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在牛仔裤高马尾的衬托下 那身材更是完美的彰显出来了 楚歌看得反而更加心动 一旁的路人也是如此 手机不禁拿起对着秋秋拍照 秋秋有所察觉 眸光一丝电流滑过 于是他们的手机突然全部失灵 楚歌听见他们的惊呼声 低声询问秋秋把他们怎么了 秋秋不嫌不但回了一句 只是操控了简单的电流扰乱 没坏他们东西 楚歌文言不由轻声一笑 因为他觉得秋秋挺了解他的 知道补最后一句 秋秋却是傲娇了 事宜只是自己想说而已 楚歌没有抬杠 而是附和着秋秋 只是这时的秋秋看到神迹两个字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看似随意地询问楚歌 这两天有遇上麻烦吗 还有对门的少女怎么样 再从楚歌嘴中得知那位少女要搬走 秋秋微微点头 算他拎得清 这让楚歌好奇了 如果他不表态 是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秋秋一边示意一边回应 该威胁感人就威胁感人 该抹击就抹击 他确实没得罪过我们 但你都说我是一代宗主都能争霸了 为什么要在乎这点富人之人 而秋秋看了楚歌一眼 他表示自己之前听他的 是觉得楚歌对现实世界比他了解 而不是非要听楚歌的话 随即向服务员说自己身上的衣服要了 至于楚歌呢 他觉得秋秋这次回来 态度突然强硬好多 是因为打开了秋秋争霸属性的原因吗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神迹夜总会 表面看上去是个纸醉精迷的地方 可在电梯通往的地下深处 却比上方更要来的震耳欲龙 他们欢呼呐喊着语言暴力 原来这里是打黑拳的地方 一位小小带着鬼面的身影 却是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原来他有不符合他幼小身份的强悍实力 已经在打黑拳中赢了不知多少次 可这一次他却打算要输 在面对敌人拳头时 让他看似躲不过被狠狠的利用 没错他在打假赛 之所以这样做 其实是因为打黑拳不赚钱 钱都是场子抽走了 他只有盛场的分成 收入并不高 一旦受了伤 治疗费用都不够贴的 而他只能做这个 别的什么都不会 所以打黑拳也仅仅是为了活着罢了 可这一次有人想让他输一场 就会给他更多的钱 他微微抬头看向高抬方向 那里是一面玻璃墙 看不清玻璃墙后的人影 只能模糊看见是个文秀瘦靴的男子 在他那眼睛下藏着冷漠的光 如果楚哥在这里 一定会高呼一声张其人 反观楚哥这边 两人静静走在灯红酒绿的街头上 秋秋忽然转头质问楚哥 跟着他做什么 是自码完了还是修行结束了 楚哥示意那些可以之后再说 现在想陪他走走 然而似乎更加引起秋秋不满 秋秋表示自己不是三岁小孩 每次出门不需要都跟着 楚哥想了想说秋秋没有身份 秋秋轻坑一声 好端端地走在路上 怎么会有人检查他的身份 这个借口哄不了他了 然而下一刻秋秋愣着了 只因他看到真有人在检查身份 还说什么下载反诈APP了吗 楚哥见状笑盈盈看着秋秋说 这真的不是他要哄的 秋秋顿时沉默不再说话了 头也朝着另一边扭去 楚哥静静看了一会叹了生气 然后潇洒回头走去 让秋秋记得早点回来 他先回家马子修炼去了 在秋秋看不到下 楚哥的潇洒不见了 他呜呜哭泣 女儿长大了 不听话了没那么可爱了 然而这怎么瞒得过秋秋 真是装也不知道装好点 可毕竟太了解自己了 再想什么楚哥都知道 反过来秋秋觉得自己 对楚哥了解的确太少了 好像有点是亏 秋秋心中闪过着莫名其妙的想法 但只是融入这个世界 他已经学会了 于是秋秋大手一挥在路边 叫喊着低势 不料一辆出租车过去了 又一辆出租车过去了 秋秋挥着手 却压根没人理他 秋秋尴尬的同时也怒了 他气修修鼓着翘脸 这不对啊 电视剧一挥手就停 怎么和演的不一样呢 忽然这时一辆出租车 在秋秋面前经过 车窗摇下 露出楚哥欠揍的笑脸 他对着秋秋说 这里可不能停车 再往前走一段才行 秋秋怒火冲天 他现在真的想把楚哥坐的车炸了 最后秋秋还是没实施炸车计划 叶总会 楚哥眼神微眯起 秋秋从哪知道叶总会这地方的 是那个穿墙人告诉他的吗 秋秋看着楚哥一直看他表示 只是去看看不会胡来 别那样看着他了 楚哥这回有些严肃起来 告知秋秋一定听他的 别以为懂得多了 到时候要出事的 秋秋转头看向窗外 回应自己知道了 心中也有些无奈 又被楚哥拿捏了 真没面子 很快当出租车停下后 楚哥看着金碧辉煌的神迹叶总会 他是真的有些惊讶 因为这个地方居然离他家并不远 看楚哥抬头打量的样子 秋秋忍不住问 这么近 别告诉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地方 楚哥无语 他要是真的经常来这个地方 说不定都没有秋秋这个人 而停车没走的司机 听得满头一火 没这个人 那你们什么关系啊 这是热舞的开始 也是今夜狂欢的序幕 那性感妩媚的兔女郎 角落里男女拥抱的肯吻 让秋秋他直接看懵了 再听到楚哥说这很正常 秋秋立马指着那对护肯的情侣 质问楚哥这叫正常吗 楚哥表示当然 他们近来没有被盘问 说明这里就是开放给普通人的 秋秋闻言顿时斜眼看楚哥 你们是对普通人有什么误解吗 这时服务员上啤酒 离开时 楚哥还听到他嘟囔着 第一次有人来夜店 就点一杯啤酒和花生米的 秋秋看着坐不稳的楚哥 询问他适应不了别人一样眼光吗 楚哥承认自己有点难堪 秋秋一边拿起啤酒 让楚哥回去多多修心 楚哥反骨来了 他说秋秋刚才拦车时候 被人当傻子看还不是急了 秋秋额头青筋抱起 女生独有技能发动 楚哥的腰间二两肉 来了一个180度大旋转 直接就是轻了一块 而秋秋气羞羞大口喝起啤酒 然而刚喝了一口全都喷了出来 捕着自己的小舌头叫骂道 这是什么马尿 也太难喝了 楚哥为其介绍是啤酒 且一口也喷掉了十块钱 秋秋闻言无视了楚哥的话 开始打量起四周 这里只是提供一个跳舞的场所 为什么会这么贵 是他的常识判断还有问题吗 楚哥哭笑不得 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索性他询问秋秋 能用神念探查其他地方吗 秋秋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可以 随后秋秋开始展开神念 可是接下来让秋秋傻眼了 他除了探查到隔壁男女拥吻 就还是男女拥吻 而楚哥就见到秋秋的翘脸 在迅速的放红 好奇的楚哥凑近秋秋 询问他看到了什么 见秋秋没有反应 楚哥越发的靠近 与秋秋近在咫尺的楚哥 呼吸间都吹到了秋秋的耳朵上 秋秋一个机灵 一拳将楚哥打飞 警告他离自己远一点 随后秋秋平静下来继续探查 就在秋秋神念深入地底时 他立马查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 明白他这是找到地方了 可接下来他却被打断了 只听周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下一刻秋秋呆住了 只见一位美女在围绕着钢管跳舞 那水蛇般的妖枝 妩媚撩人的表情管理 一眸一笑一动间引起了巨大欢呼 秋秋人看麻了 他决定自己就不该来 他不是没有见过邪修的那种场面 可没有一次比这种来得燥热 楚哥这时已经看得目不转睛 也明白这里贵的道理 突然这时反应过来的他 连忙转头看向秋秋 却发现秋秋居然没啥反应 至于秋秋神情一动 因为他看到舞女拉着自己的衣服 已经猜到他要做什么了 心中不禁疯狂奈喊还真敢做呀 下一刻 舞女拉起自己的衣服扔向空中 就在那一刻 全场的灯光已然熄灭 楚哥遭到了秋秋的暴打 他一边追着秋秋 一边表示秋秋是最美的 台上的舞女不及他万分之一 秋秋直接不离楚哥 而是按照之前神念探查的地方走去 楚哥这时也愣住了 只因他看到前方居然有人看守着 楚哥刚询问秋秋要隐身过去吗 就看到秋秋失望看着他 还没问出话 就得知秋秋以为自己 能在现实随意出入地方 没想到就这样 秋秋哼了哼 转身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通道 让楚哥多少心中有些无奈 这也太傲娇了 而守门保镖正准备拦人时 秋秋随意意指 两位守门保安立马被催眠 公公静静开门让秋秋进入 通道尽头是一个向下的电梯 不知向下多久 电梯终于到底 门开的一瞬间 巨大的声望喧嚣扑面而来 只见每一个人都是神色争命 暴力在那海杀了他 而格斗场中央 一位大汉一拳准备轰向前方 月影想要躲避 发现自己的身躯根本动不了 是重力操控吗 月影心中闪过这念头 可是已经来不及多想 那位大汉已经一拳重重了 打在了月影的小腹上 月影直接被轰飞 撞在了身后的围栏上 鲜血从他的嘴里可出 下方顾若言皱眉看着月影 手里有着他一份信息 可以看到月影的异能力 是操控影子 潜力评估高达S级 所以他低声对身边下属嘱咐 这样的人物 绝不能流落在黑拳打擂台 而擂台上大汉哈哈大笑起来 他抬起了自己的脚 似乎准备随时踩踏倒在擂台上的月影 此时月影眼神透露着无助 明明可以踢下他结束比赛 为什么还要折磨他 他已经很痛了 顿时地上阴影浮现 抓住了那大汉要踩下的臭脚 紧接着月影一手撑地 此时的他 不禁回忆起此地管理者对他说的话 只要他输一场就给一百万 可那样明明会很痛 那人也答应他 只要很痛就可以认输 月影正准备认输时 突然发现那位大汉复空了 明明这家伙没有任何异能力 之前限制他行动 现在又帮助那个人 所以是有人破坏规则在帮他吗 月影不禁握紧了拳头 他想一走了之时 突然全身加重跪倒了在地上 不让他认输 感受对方的接近 月影浮现出一个念头 如果死了 是不是就不会痛了 就在这时 秋秋出手了 解除月影身上的重力 台上月影完全没时间考虑任何事 求生的本能让月影下意识一个后反 躲过一拳的同时 已经站到了擂台之下 正正地看着帮助他自己的人 你敢相信这样令人怜惜的罗莉妹子 居然在地下打黑拳吗 不仅如此 明明战力无双的他 却在黑拳老板的剥削下 不得不打假赛 只有他自身被蹂躏到重伤 才可以认输 然而打累过程中 惨遭异能重力压制 不能开口认输 差一点就命丧皇权 没错 背后的老板就是想杀他 还好秋秋用传送 将小女孩月影救了出来 让背后老板不得不暂时放弃 再找其他机会 而秋秋带着两人传送 多多少少有些吃力 毕竟现实世界 他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楚歌见状便出去叫个车 这时一旁的月影 小心翼翼到了生气 秋秋闻言微微靠在一旁 询问他平时说话都这么小声了 月影一愣 然后低头不好意思示意自己 不习惯和陌生人讲话 秋秋大概明白了 最主要的还是 没有遇到像楚歌这样善待他的人 秋秋便拉着月影一起走 顺便把面具摘了 可月影却捂住了自己 原来是面具下都是血 不能见人 这对秋秋来说简简单单 片刻后 月影面具脱落 与此同时脸上的血迹也没了 露出了他那精致的小脸盘 而月影也有些吃惊 他以为秋秋是个可怕的空间异能者 却没想到还有控水异能 这时楚歌回来了 他已经打到车了 同时神机夜总会也被警车包围了 不久后楚歌家中 秋秋一脸和矮对月影问话 让楚歌看得心中好笑 之前还打算亲手驱逐人家 抹出记忆什么的 很为何会不会 仿佛感受到了楚歌的吐槽 秋秋转头瞪了他一眼 让楚歌一边去 待在这月影都不好意思说话 楚歌无奈起身去洗澡 他气都冷啊 女孩子不好说话 就去你们房间啊 随着楚歌进入浴室 月影面对秋秋好奇如何躲避追踪 他表示自己每次都容易暗影走一段路 确认没人跟着才现身回去 秋秋好奇反问 怎么不全程暗影前行 而月影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异能还支撑不了那么久 秋秋闻言上下打量着他 这目光却让月影觉得自己被看光一样 紧张地攥紧自己的小手 至于秋秋只是动了爱才之心 毕竟操控影子他也不会 是非常强大的天赋 所以他问月影 控制影子的能力是如何产生的 月影示意自己不知道 就是小时候没人和他玩 经常对着影子说话 慢慢地发现他们好像能听懂自己话 浴室的房门突然打开 楚歌探头询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瞬间 秋秋抓了个靠枕往楚歌脸上砸 气羞羞让楚歌洗他的澡去 然后坐了下来让月影继续说 便得知是在三四年前 月影才有这能力 秋秋柔声询问 为什么一个人和影子说话 家人朋友呢 月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屋内一片沉默 楚歌在里面心情也有些沉重 一个小女孩只能和影子说话 这背后的故事多少有点心酸 过了好一阵子 月影才站起来对着秋秋再次胆心 并表示自己马上就会搬走 不会给他们添麻烦 秋秋抓住了月影的小手 回应月影不用 本作想饱的人 又有谁能找麻烦 楚歌听得一脸无奈 有关部门都插手了 接下来他就听到秋秋 能不能将月影的能力学习推广开 楚歌按道一声果然 可月影也不知道他能力是怎么来的 秋秋在得知月影平时修炼靠打架 也明白他为什么去打黑拳了 固然需要钱 也是为修炼异能 又询问月影没有人请他去做保镖 或者杀手之类的吗 月影摇了摇头 他并不信任那些人 也不想听命令 打比赛赢多少场拿多少钱 对他来说更好 秋秋看着他的眼睛 心知这是很孤僻的姑娘 内心还藏着厚厚的墙 信任的只有周遭的影子 这时月影见楚歌要出来了 他向秋秋告别了 示意自己不会再打黑拳 就不打扰他们夫妻俩了 秋秋一听刚转头想解释 不料月影已经走到了门外 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气得秋秋咬牙切齿的 这时他看到楚歌出来 顿时就是一顿小拳拳往楚歌身上招呼 楚歌无语了 刚才的话他也听到了 表示清清白白问心无愧不就好了吗 秋秋大声说不一样 他还想带月影回书中世界呢 到时说漏嘴 他岂不是解释不清 这时秋秋话语一转询问楚歌 有没有办法让月影进入他的世界 楚歌早知道秋秋有这想法 可并不行 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怎么送别人去 秋秋示意楚歌再添加一个角色呢 楚歌回应可以是可以 然而按照月影无版写新人物 那也只是一个以月影为人形的角色 并不是月影 就像他写主角本来是指自己 可实际并不是 秋秋顿时头脑风暴起来 看着秋秋思考的样子 楚歌忍不住笑着询问他 要不要自己写自己的剧情 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 秋秋眼睛顿时一亮 他来写有效果吗 只是第一次搂上女孩的戏腰 男人居然称呼他为自己的女朋友 就在刚刚 秋秋正兴奋可以自己写自己的剧情 却没想到楚歌只是开玩笑的 让他快乐的心一下就浇灭了 原来是楚歌觉得 书中世界的发展不是谁打字决定的 而是要逻辑自洽文风一致 重点就在于能不能说服读者 秋秋文言好奇地询问 书中世界的能力 那会不会受到读者数量的影响 楚歌摇头 能力上限已经是固定的 读者能影响到的 应该是存在感和影响力 就好像汉墨 人们认为有貂蝉 可实际的历史并没有他 但他却比很多真实存在的人物 有影响力有存在感 那么他就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等到读者一波 秋秋的世界会更加的真实 两界连通也会更加稳定 说不定到时他就能轻易进入书中世界 秋秋听了愣了悔 然后一个傲娇转头 让楚歌快去马子吧 楚歌立马站起身说好 他今天再来个万更 却又被秋秋叫停了 只见秋秋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楚歌 能不能把他以前写的书 给他看一看 楚歌笑着应下 与此同时 楚歌隔壁的房间 月影全坐在床上 可以看到他浑身遍体鳞伤的 他睁着眼睛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似乎是在说自己活下来了吗 他将头深深埋入自己的B弯下 另一边神迹夜总会 林武阳率众他入夜总会大门 可里面的钢管舞早已结束 场面一片祥和 林武阳也只能作罢 毕竟搜查令申请不下来 只能是常规领解 这时有人赢了上来 表示林武阳他们辛苦了 要不要喝一杯热茶再走 林武阳却是反问他 是这里的老板吗 好像以前没见过他 张其人苦笑着说 刚接手家族产业没几天 林武阳心中扶起神迹夜总会的法人情况 确实是刚刚变更 就在张其人伸出自己手介绍自己时 林武阳突然探向对方眼睛 发动能力强制真话 询问他这地下有什么秘密吗 时间流逝 来到第二天 这一大早上的 楚歌已经在外边晨跑锻炼身体 有些帅气的他 倒是引起了一些妹子的注意 等到他回家冲得早后 楚歌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休闲的他 现在完全不疲惫 可一进客厅 楚歌却听到了秋秋的骂人声 滑动着手机 骂着作者乱用成语 头边断流是这样用的吗 面对楚歌的好奇 秋秋直接拿着手机给楚歌一看 便看到了很眼熟的写法 然后随着秋秋返回一花 作者楚歌两字映入眼帘 秋秋顿时挥舞粉拳朝着楚歌打去 口中并骂着 女宗主和门下女弟子一起伺候 楚歌大大很敢想啊 你怎么不去死一死啊楚歌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中 一声门铃却突然响起 两人对视了一眼 秋秋便去开门 可门一开 秋秋就愣了 这女人谁啊 她警惕地转头去看楚歌 楚歌再见到人后 也是震惊喊了一声顾若言 顾若言同样很愣神 没想到这里是楚歌的家 同时按骂楚歌风流 前不久还和自己相亲呢 这转头就跟别人同居了 楚歌这事反应过来 询问来他家有什么事吗 顾若言也回过神来 余光看到旁边的门牌号 对着楚歌说了声抱歉 是他敲错门了 然后询问楚歌 他对门是不是住着一位穿着黑衣少女 楚歌立马明白他是来找月影的 不过却反问他 都不知道这里住人 是怎么找过来的 顾若言正了正 微笑地表示是听别人说的 而且吴阿姨和他算是同事 不必对他身份怀疑什么 排除了老妈 楚歌的戒心倒是真放了下来 至于听别人说 应该就是那个穿墙人了 至于秋秋 在看着两人交谈不停 他是终于忍不住地问楚歌 不介绍一下这是谁吗 秋秋的话语打断了两人 楚歌的尴尬地说是一位顾娇 顾若言大方回应是一个普通朋友 然后他反问楚歌 他身旁漂亮的女生是谁 楚歌文言看了看秋秋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突然浮现 紧接着 他忽然伸手搂住了秋秋的腰 一脸幸福认真的说 这是他的女朋友 同时心里一阵解气 当初相亲时 顾若言可说他是个无业游民 现在我女朋友比你漂亮 比你先起 比你能力强 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楚歌腰间的二两肉又受伤了 楚歌忍着疼痛 朝秋秋几眉弄眼 示意秋秋帮忙称一下面子 秋秋能感受到楚歌 只是向对面女人示威 说明不想和那女人黏黏糊糊的 这是好事 秋秋就不和楚歌计较了 而顾若言看着他们两人 怎么说呢 还挺般配的 于是他朝着楚歌挥了挥手 示意自己不打扰了 然后敲响了对面的房门 在月影一开门 顾若言直接走进屋内 看着关上的房门 秋秋询问楚歌 他腰上的狗爪子 要什么时候才拿开 楚歌触电般收回手陪笑着 刚才就是撑个面子 秋秋笑了 表示对方好像并不在意 对一个并不在意你的人 展示你过得好 是一种孩子气的行为 毫无意义 平时也不这样 受什么刺激了这事 楚歌表示倒没什么 就是相亲过 而他看不上 秋秋听了转身 惊呼一声相亲 他立马反驳了自己之前的话 同意楚歌做得很对 楚歌文言一脸问号 秋秋顿时脸色爆红 感觉好像说漏了什么 为什么对相亲的就做得很对 秋秋脸红结结巴巴解释起来 不是网络上说 曾经你对我爱里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他的父神就要有这种心气 楚歌笑着点头 也没有拆穿秋秋 只是和男人同居的关系 可女孩不仅给男人搂自己的腰 还承认是她的女朋友 害羞的她一时间不想面对楚歌 让楚歌赶紧去马自 吃到豆腐的楚歌开心的印象 却又听到秋秋询问 刚才那个女的拿出的证件 怎么在网上没有看到过 楚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是保密单位吧 至少能肯定是官方人员 月影跟着他们会好很多 可秋秋却突然严肃起来 因为刚才顾若言也有异能 在门口就窥探他们的内心 只是被秋秋她隔绝了 就看到了个表面 这话让楚歌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在楚歌隔壁 月影看着面前的顾若言 询问是来抓她的吗 顾若言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失意不适 并拿出了她身份排证 上面清晰表明 她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员 身份的表明 顾若言能读取到月影的安心 让她奇怪的是 月影这么强她都能读取 但刚才她虽然读取到 楚歌他俩的想法 却看不透楚歌身旁的女人 不过她一想到楚歌的妈妈 顾若言也没多在意 他们家的儿子总不会有问题的 而顾若言也想月影表明 是来带她离开的 月影论了会 便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好 跟着顾若言走了 最后她不忘看了一眼楚歌他们 秋秋挥手向着她告别 此时的秋秋询问楚歌 能写出关于影子的功法吗 楚歌表示很简单 随便写个龙套修炼 这个功法就完事了 秋秋闻言经了 这么简单的吗 两人顿时头脑风暴起来 对啊 很简单是这么之前 想的那么麻烦 而秋秋她觉得 楚歌的能力在作弊 想写什么能力就写什么能力 等她自己学完出来再教她 这比啥艺能都强啊 如果这是艺能的话 绝对是天下最不要脸的异能 楚歌顿时露出欠揍的表情 说她一个人可做不到 还需她的女主角 所以他们这就叫做肩夫 还没等另外两字说出来 秋秋的一个大长腿 已经朝着楚歌扫去 只不过让楚歌躲了过去 毕竟修仙的她 反应快了很多 秋秋拿楚歌没啥办法 她总觉得被楚歌搂过后 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看似正常的气氛 实际上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同意搂妖呢 为什么同意当她女朋友呢 为什么在得知是相亲对象时 觉得楚歌的做法很解气 这些问题让秋秋完全想不明白 她后悔之前的做法了 楚歌看着有些低沉的秋秋 便好奇询问她怎么了 秋秋转身就走 表示自己早饭不做了 楚歌倒没什么 她出去买就是了 来到外边 楚歌买好早餐后 在同学群里收到了班长的信息 这一看就知道是同学聚会了 群中有人说去的 也有人说不去的 而楚歌在群中回应自己会去 可林武阳那小子说话太有奇异了 楚歌调侃让他改改字眼 却又反被大家调侃自己是大作家 楚歌叹了生气 自己分哪门子大作家呀 网络携手再怎么畅销 也无法被惯以大作家的称呼 跟传统文学是不一样的 当楚歌回到家后 一眼看见秋秋正在阳台上 把昨天的衣服塞进洗衣机 楚歌震了一震 心中又有什么在蔓延 总觉得他好像有家了 而他又有些好奇询问秋秋 怎么不用清洁术来清洗 秋秋鼓着小脸回应 都用清洁术 他还怎么体验生活 楚歌文言便把早餐放下 准备去马子 却又被秋秋喊住了 只见秋秋回眸一笑说 楚歌写的书很棒 楚歌立马愣住了 秋秋忽然觉得这么说有点位不对 他急忙补充 都能具现出他 当然写的很棒 楚歌健壮笑了笑 回到屋中 心情极好扑到了自己床上 秋秋说他写的很棒 就凭这句话 被女主角夸 那么外界的评价又与他合肝呢 而且让楚歌开心 还有风推的原因 他的书每天数据都在上涨 倒是万定也不是没可能 兴奋的楚歌猛的起身 打击写的他要继续万更 不过接下来的剧情 聚焦不在秋秋身上 反而是全力闭关 准备与摸门的约动 可是写着写着 楚歌手指停顿下来 他想到了秋秋 现在哪里是在闭关打摸 他在这逛酒吧看表演 看小说刷视频 这哪里像闭关啊 这么下去 会不会影响实力拖累战局 虽然自己写的肯定是他赢 但心中就是难免有些不踏实 楚歌决定给秋秋家补定 另一边菜市场中 秋秋正在蔬菜摊前挑着土豆 楚歌那家伙写书还挺叫真的 说是这玩意从洋人传来的 出现在仙霞世界很违和 就没在书里家 害他少吃了多少东西 就在秋秋准备多拿几个食 忽然感到神魂越来越凝实 分魂遨游 以观天下之变 长久不解 正是楚歌给秋秋的外挂到账了 秋秋心情顿时美妙起来 就不计较楚歌害他少吃美食 原本昨晚就月影耗费了不少力量 会缩短现实存在的时间 楚歌打过笃钉后 秋秋有种想留多久就留多久的感觉 男人真的死心不改呀 他又动了女孩的贴身衣物 就在楚歌给秋秋家外挂时 他还是因为担心 给秋秋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秋秋在哪 秋秋一边回应楚歌一边扫码付款 楚歌却在说秋秋能不能快点回来 他现在很不安 秋秋虽然付了款 但也引来了老板的调侃 说他们夫妻感情真好 秋秋顿时脸色通红 大声地解释一句不是的 立马逃死地离开了摊位 来到外边 秋秋才询问楚歌怎么了 楚歌将秋秋约斗担忧说了出来 秋秋听了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示意楚歌不要瞎瞎了 等他回去再说 不久后家中 秋秋表示不是天意不可为吗 既定的圣局 怎么还担心呢 原来楚歌就担心秋秋这么想 怕秋秋会轻敌 两人都是顶尖高手 一个不慎就很容易受伤 秋秋正了正 明白楚歌这是在关心他 他没有再出声反驳 而是表示自己知道了 随后秋秋站起了身 他严肃地告诉楚歌 他秋无忌从来都不会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可是楚歌还是担心 毕竟人家颜千列在闭关准备 秋秋在这去 秋秋打断了楚歌 你是编故事的 可以并译我们的修行 但你不是真正的先家 难以体会其中微妙 说着秋秋展颜一笑反问楚歌 又怎么知道现在的他不是在休闲了 楚歌文言愣住了 秋秋转身拿菜去厨房 红尘修行不也是其中一种吗 这还是楚歌他自己写的 秋秋微微转头看了一眼楚歌 嘴边带着笑意说 或许是他关心则乱不是吗 楚歌老脸一红 这女人在撩她呀 她偷瞄着秋秋心里哼唧唧的 她就是关心则乱走了 毕竟是自己带大的女主角 秋秋也不再管楚歌 拉起自己的衣袖 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这是阳台外的洗衣机提示音 提醒了楚歌衣服洗好了 她不想秋秋忙里忙外的 便来到洗衣机前伸手往里一套 把衣服拿了出去 可眼前的衣物让楚歌懵了 这是能放在一起洗的吗 这时的他 冷汗已经留下 做贼似的看了一眼厨房 发现秋秋没发现 楚歌赶忙找出衣架 准备晾晒起来 不料下一秒 清脆悦耳的声音在楚歌耳边响起 楚歌的余光向后看去 果然秋秋不知道 什么时候来到了她的身后 楚歌手忙脚乱 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想要解释什么时 秋秋却转身离开 很快秋秋拿了一个大箱子出来 扔到了楚歌的面前 里面都是秋秋 直接幻化出来的丝袜 秋秋询问楚歌这些够了吗 不够她在变 还是说因为少了原味的 所以不行呢 听到秋秋的阴阳怪气 楚歌人都傻了 询问秋秋这话都是哪学的 秋秋撇了撇嘴 表示是楚歌评论区看到的 楚歌哭笑不得 她的秋秋终究 还是被网络污染了 这时秋秋质问楚歌 她的手中衣物能还给她了吗 说着一把抢过 并警告楚歌在拿她贴身衣物 就把她的头 和所有的丝袜一起洗 说着秋秋操控着灵力 将衣服挂在晾杆上 而秋秋见楚歌还在看她 没好气地让楚歌 快去厨房把火关小 楚歌无奈硬下朝着厨房走去 不久后秋秋大餐做完了 在饭桌上 楚歌表示自己后天要去同学会 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见秋秋不明白 楚歌举了个类似宗门弟子聚会 看谁混得好的例子 秋秋听了本来她还想留一阵子 既然楚歌刚好有事 那么她就先回去了 楚歌闻言看着秋秋 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现在想来就来 想回就回 再努力一下 说不定就能将秋秋原身拉出来了 秋秋似乎察觉到了楚歌想法 忽然反问楚歌是在想她原身吗 然后哼了一声 要是她原身出来 怕是一下就把楚歌揍成灰了 楚歌只能陪笑着说 对她而言 分身原身没什么区别的 秋秋没再说什么 而是打量了楚歌一下 询问她修行了几天 楚歌想了想 回应了三天 秋秋听了心中感叹一声 三天就能感受到气感 在她书中 世界已经是超级天才了 而且楚歌练起一层 已经相当稳固 都能学简单的术法了 秋秋心里顿时有些不平衡 当然楚歌不知道这些 还询问秋秋 她是不是修炼太慢了 秋秋哼了一声 嘴中故作鄙视地说 本以为父神多么精彩绝艳 看来也一般般 楚歌倒是不在意 她从不觉得自己修炼资质有多好 现在能修行已经很满足了 秋秋则随意地说 虽然一般般 但练一些简单术法也可以了 问楚歌打算先学哪一种 楚歌听了激动喊她要学 隐形还有透视 话落 一晚饭直接盖在她脑袋上 参加同学会的人都知道 攀比是多么严重 在爵士美女秋秋没有装作楚歌粉丝 为楚歌解围时 楚歌无奈 早知道她就不来了 而在体制内当上科长的林武阳来时 胖子立马换了副嘴脸 林武阳没说什么 而是和楚歌交谈起来 楚歌却是一愣 林武阳转头看去 便看到了张其人 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弟 下一刻 林武阳说出了让楚歌震惊不已的话 那就是和他合作的张其人是个富二代 也是个夜总会的老板 这都是调查得来的消息 也让楚歌不必紧张 这和他没关系 而张其人自然注意到了林武阳 他正让手下用异能 去窃听林武阳的谈话 然而他手机消息在不断谈起 张其人一看 暗道一声果然 晚屏都是楚歌的信息轰炸 质问张其人所谓的扑街回家 原来是去继承亿万家产 兄弟生气了真的生气了 楚歌本以为 扑街回家继承万亿家产之类的 只是段子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楚歌叹了生气 听着身旁同学们的炫耀攀比 他也不知说什么好 这次话题又说到楚歌身上 询问他写的书哪里可以买到 楚歌尴尬表示 他暂时还没有实体书 他们便好奇楚歌是怎么赚钱的 得知楚歌是靠付费阅读 不免有些嫌弃 他们觉得太不稳定了 还不如进场呢 甚至觉得楚歌在写颜色内容 听到楚歌说不是 他觉得不写颜色 怎么还要付费呢 楚歌无语的样子 落在他们同学眼中 确实认为楚歌 在靠一些歪门邪道赚钱 这时又有女同学询问楚歌 他有没有女朋友 林武阳一把搂过楚歌 表示不必担心 作家是有女粉丝的 之前不就是有作家取了粉丝 而且楚歌嘎嘎帅 还没等林武阳说完 就有人反驳 那得是明家才可以吧 这话一出瞬间就冷场了 说着话的人自觉誓言 自罚了一杯酒表示歉意 楚歌心中无奈 倒也没多在意 然而就在这时 一本书帝到了楚歌身前 向他要签名 楚歌抬头一看 只见一女孩穿着牛仔热裤 搭配着衬衫不是秋秋是何人 楚歌呆住了 嘴边微微张开 泥喃一声谢谢 然后在秋秋递过来的书本上 签下了自己名字 在等秋秋欢呼离开后 所有人眼眸放光看着楚歌 他们没想到楚歌 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女粉丝 甚至他们自己都想去写书了 然而这时服务员来到他们身前说 楼上包厢张总是楚歌先生的粉丝 已经把账帮他们结了 楚歌立马明白是张其人做的 众人再次发出赞叹之声 与此同时林武阳意味深长看着楚歌 事意等下聊聊 楚歌犹豫遇片刻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聚会结束 两人走在路边 林武阳询问楚歌对张其人了解多少 楚歌正要说话时 林武阳眼中异样之光闪过 楚歌立马感受到有什么能力在影响自己 似乎按捺不住就要说真话 他心中微动 任由这个异能力入侵 表示自己对张其人一无所知 曾经的了解太片面了 而林武阳也察觉到了是真话 楚歌顺势询问林武阳 张其人干什么了 是叶总会那边不干净吗 林武阳微微摇头 并不是所有叶总会都不干净 至于张其人的调查 已经被叫停了 楚歌心神异名 被叫停 是因为张其人身后的势力不简单吗 林武阳则是希望 以后要是听到了关于张其人的情况 可以告知他 楚歌一时没有回答 林武阳耸了耸肩 表示不是针对他个人 很有可能张其人是被推出来背过的 随后楚歌也从林武阳口中得知了 张其人旗下的叶总会 居然是神迹叶总会 楚歌一时间有些沉默 没想到竟是那里 林武阳离开了 楚歌说了一声还不出来吗 秋秋撩着秀发询问楚歌 在聚会上他的出场表现如何 楚歌当然一顿夸 然后话语一转 示意秋秋居然会来配合他演这种戏 秋秋哼哼两声 眼睛看向别处 不是你觉得会没面子吗 那就给你称面子 而且他秋无忌的附身 没有人可以看不起 楚歌文言一正 他向着秋秋靠近 下意识伸手去扶摸秋秋脸颊 我并没有觉得没面子 只要你喜欢就够了 在这一瞬间 两人相视无言 女孩只是看了一眼房间 就想让贵榴莲的男人 改变他们的同居生活 就在楚歌同学会结束后 他回到了自家小屋 却是跪起了键盘 原来是秋秋质问楚歌 为什么写他回去使 要写他撞墙了 楚歌解释就只是让读者看一乐 谁想到堂堂女帝 会蠢得真撞了 当然最后一句是楚歌小声嘀咕的 不料秋秋还是听到了 他一把抓过楚歌 然后用力往墙上扔去 大骂他才蠢 楚歌大字形贴在墙上慢慢下滑 可他却是不痛 只因他身上淡淡的金光 就是他练成的金钟罩 替他挡住了伤害 这让秋秋气得咬牙切齿地说 金钟罩练得不错呀 没想到楚歌还敢嘴硬 耸着肩说秋秋叫得好 比不上他撞石门的风采 这话让秋秋真的怒了 一拳一拳地狠狠暴打楚歌 把楚歌打成一只受伤的小狗 在角落舔着自己的伤口 然而秋秋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楚歌 以帮他加速练金钟罩为由 拿着几个榴莲往楚歌身上砸 痛得楚歌大喊 谋杀轻浮了 秋秋不以为意 提醒楚歌 头上的榴莲不能掉 不然多砸两个半小时 楚歌气得嘟囔 这是假公祭司折磨他吧 秋秋嘚死地哼了一声 他可是修仙女帝 说怎么练就怎么练 楚歌发出了他的疑问 榴莲两边咋能理解 为什么头要顶个榴莲 秋秋给出的解释是锻炼平衡感 然后指着屋内乱七八糟的陈设 就是他步伐不稳 才容易弄杂乱不堪的 而一旦找到感觉 就能留下精神烙印 自我调节身躯 以后练其他功法都有效 然而实际上都是秋秋骗楚歌的 效果是有的 但就是想用榴莲折磨一下楚歌 随后秋秋看起了屋内的环境 然后秋秋很不满 住得跟狗窝似的 一点意境都没有 秋秋打算去弄些绿植回来 他看楼下的茉莉和月季就挺好的 楚歌拒绝了 那是公务不能摘回来的 而且这房子是租的 凑合的过就行 秋秋不答应了 就算是租的 那也要过得舒心才对 没办法的楚歌 便答应秋秋过几天去买盆栽 秋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但这时屋外的门铃响起 秋秋询问楚歌是他叫外卖了吗 楚歌正想说不是 就听见要是插进门的声音 门直接被开了 张其人走了进来 然后张其人和楚歌同一时间愣住 再看到一非常漂亮的女人 神色不善地盯着她 她下意识退出门查看门牌号 发现没走错 张其人有些发懵 这个美女妹子不是楚歌粉丝吗 怎么在楚歌家里 而且看着楚歌顶着榴莲傻站呢 再看向两人的情侣睡衣 张其人内心无名之火在燃烧 好家伙 居然找了个美女粉丝当女朋友 片刻后 两人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听着张其人的嘖嘖声 楚歌尴尬挠了挠脖子 开口转移话题 让张其人之后把钥匙留下 张其人点头 应该的 刚好嫂子能用 在隔壁屋内秋秋听到这话 他很想喊谁是你嫂子 气愤的他不打算听楚歌他们谈话 打开电脑看电影去 而楚歌调侃起张其人 他这十块钱的茶喝的惯吗 张其人自嘲一笑 他就过了一个月好日子 哪有那么金贵 楚歌便好奇问他 之前和他合租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张其人表示不是的 送外卖马子都是真的 原来张其人不是什么继承家产的富二代 他只是富豪的私生子 一般情况进不了那个家门 只是敌长子太匪 才被接回去培养 而张其人之所以不毕业回去 通俗讲就是追逐一下梦想 毕竟同样是管理业总会 张其人哥哥名字藏的狗都找不到 轮到张其人时 就要做法人代表站在明面上 而之所以回去 努力了得不到结果 想要权想要钱 那不就是只能回去 最主要的也是为了他妈妈 楚歌文言有些默然 可张其人也没想到林武阳是楚歌同学 知道林武阳和楚歌说了什么 张其人他也不满楚歌 他夜总会确实不那么干净 他老爸这么做 也或许是做给家里母老虎看的 他在想要钱 也不想做个背锅侠呀 张其人叹了生气 当初他写书时还是蒙心 当时写了几万字 只有一个读者每天在给他投票 那时很受鼓励 心想就算是为了这一个读者 也得把书好好写完 楚歌其实那时也是这个想法 只要不是机器人就好 可张其人那确实不是机器人 有一次张其人和他妈妈聊天 他妈妈说漏了嘴 他才知道唯一的读者 就是他妈妈 当修仙女帝发怒后有多恐怖 原本楚歌只是静静听着张其人的谈心 却没想到在他口中听到了异能两个字 楚歌有些慌 可下一刻便听到张其人 已经得知他之异能的消息 看着张其人看着自己 好奇他什么时候觉醒异能的 楚歌转移话题询问 之前举报他夜总会的 是他家里人吗 张其人表示不是 他爹是知道他觉醒异能 才找他回来的 也不会自毁自家产业 所以应该是遭小人举报了 楚歌文言嘀咕了一声 自愿去当杯锅侠吗 张其人自嘲一声 现在他已经觉醒了 你不害人 人也会害你 想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 太天真了 手中还是有权力的好 楚歌抿了名嘴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这道理他还是知道的 这时张其人话语一转 摆脱了沉重的话题 开始聊起楚歌写书的内容 楚歌以茶代酒 和张其人干了一杯 明白当时引流是谁的手笔 除了张其人还有谁 张其人突然说他有点饿 要不要出去撸船 楚歌瞥了一眼秋秋房间 趁机放下了榴莲 大喊一声走 大不了回来再被秋秋揍 秋秋在房间哼了一声 他才没管那么严 随后两人一路走到街边小吃街 张其人忽然表示 知道当初带走月影就是他 楚歌瞳孔微微一锁 怪不得当时没人追来 是被张其人拦下了呀 而黑拳这烂摊子 其实是张其人哥哥负责的 因经营不善让他来接手 其实就是来背锅的 楚歌可不信张其人会认命 张其人点头示意自然 毕竟他兄弟是真废物 要是他做得好 不是没有上位的可能 而对付月影就是他哥哥想出来的 当时月影连胜 导致赔率倾斜特别严重 内部一直在亏损 所以就想月影输一把 然后都吃回去 不料月影拒绝了 所以他就找了个穿墙人 试图场外解决月影 楚歌觉得废物没说错 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当时张其人怕留下把笔 他也是带着人一路跟了过去 接下来楚歌也都知道了 骗他说是当保安在捉贼 也在那时张其人见到了秋秋 只是离得远没看清 楚歌连忙转移话题问后来呢 后来就如张其人所料 果然出事了 穿墙人落入到了林武阳手中 他爹立马更换了法人 把他推到了名面上 不过说到变故 张其人怀疑还是楚歌的原因 毕竟是楚歌带月影离开 所以有着联系 有理由相信解决穿墙人的就是他 楚歌无语 都猜到有联系 为什么猜不到月影救助他们对门 而这时张其人倒是好奇楚歌的异能 居然能带人凭空消失 楚歌看着张其人没有说话 张其人见楚歌不愿说 也没再探究这个秘密 在两人互损中 楚歌询问张其人 在他接手后 是不是还在对付月影 张其人表示 当然这可是刚上任 救出成绩的最佳切入点 楚歌顿住了 看不到他什么表情 口中质问张其人是想他死吗 张其人叹了生气 没办法 他的存在就是亏损 在打黑拳中死去 是最佳的归宿 楚歌不爽的择了一声 用力抓住张其人的衣服 对他大声怒骂是在杀人了 张其人冷声说那又如何 做不出成绩到死死的就是他 张其人拍开了楚歌的手 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 不要太天真了 张其人真的把楚歌当兄弟 才掏心掏肺跟楚歌都说了 在这个世界上 当老实人只会被啃的骨头都不剩 楚歌没有争辩 说了一句 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 张其人无所谓的笑了笑 至少目前来看 林武阳拿他没办法 楚歌反问他没有想过 报应可能来自其他地方 有没有想过月影真实身份 张其人你真的是 差点亲手杀了自己暗恋的姑娘 张其人笑容慢慢收敛了 最后完全呆住了 整个人木然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片刻他捂着脸沙哑说不可能 别开这种玩笑了 楚歌默然无言 张其人还是不信 月影那么冷酷的格斗者不沾酒呢 可对门的姑娘经常酒意熏染 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楚歌回应了一声 如果他喝酒 只是为了阵痛吗 楚歌便看到一条汉子 慢慢地蹲下 蜷缩成一团 其实那天楚歌在走月影后 张其人就察觉到了不对 只是不愿相信罢了 而楚歌也没想到 张其人喜欢月影 喜欢到了这程度 两人明明都没说过话 但这场冤孽还是让人叹息 第一次做坏事的张其人 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爱情 过了好久好久 张其人才站起身 对楚歌道谢 还好救了他 而他这条路 怕也是回不去了 也不想就此回去 楚歌拥有异能 也可以过上更舒坦的日子 楚歌表示自己不需要 张其人没反驳 但是已经拥有了 就怎么躲都躲不过了 此时张其人也准备走了 他告诉楚歌想要了解异能 以后可以找他 知道对他现在做的事不好接受 如果要和他绝交 他也没怨言 反正还当楚歌是兄弟 楚歌正要说什么 心中忽然预警 似有什么极其危险的能量 奔着张其人而去 楚歌下意识地推开张其人 淡淡的金光在提表泛气 拦截了那道攻击 袭击之人正按道可惜之时 一道人影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 面露凶光地看着他 不是秋秋还有谁 女孩手里滴溜着一个人 浑身散发着杀气走了过来 只因他的男人遭受到了攻击 原来楚歌是帮张其人挡了伤害 张其人连忙上前辅助楚歌 担心询问楚歌有没有事 楚歌微微摇头 只是衣服破了个洞 肩头有点欲青 张其人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没事 才松了口气 而他之所以不担心自己 因为清楚谁在对他出手 然而就在两人交谈期间 张其人为楚歌替自己挡伤害 当他是兄弟而开心时 一道充满杀意的声音传了过来 只见秋秋拎着一个男人 质问张其人聊够了没有 然后直接把人扔在了张其人的脚下 冷声让他带回去好好处理 如果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 我可不认你是什么兄弟 张其人这时也明白了 当初带走月影异能者的是秋秋 感受着秋秋那恐怖气场 张其人同时也明白 楚歌的女朋友不是一般人 张其人一把抓紧男人 表示自己会处理好的 楚歌见状有些犹豫询问张其人 是不是又要杀人了 张其人否认了 毕竟这可是一枚好筹码 将人扛起后 张其人也向楚歌告别了 可能以后就后悔也无期了 楚歌默默看着张其人的离去 他不是黑道 无法理解现在张其人在想什么 而暗杀这种事都发生了 也没办法劝他金盆洗手 以后可能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秋秋这时终于说话了 给了张其人一个高度评价 要是在他的世界 应该会有一番大作为 在这个世界却受险 楚歌叹了生气 岂止受险 简直就是死路 再这么走下去 怕是回不了头了 秋秋不是很在意 那种人心里清楚得很 他倒是好奇之后 会怎么致死地而后生 楚歌闻言笑了笑 你对他反抗命运起了共鸣吗 而秋秋的回应 让楚歌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秋秋说 楚歌对他们的世界 简直言法随出 那么写他死 是不是也反抗不了 楚歌连忙表示怎么可能 看着楚歌着急的模样 秋秋不由笑了出来 那只是举例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 说着秋秋上前一步 表示自己和他相处这么自然 已经分不清 是不是当初那句 要找就找 创世父神的思维影响 秋秋询问楚歌 他自己分不清了 楚歌分得清吗 楚歌还没说什么 秋秋话语就一转 天道茫茫 如果连这都分不清 我们又该如何 争破天道成就自我呢 楚歌在认知自己这点上 你我甚至不如张其人 就不要为他人窥谈了 这话让楚歌明白 秋秋不是纠结自己 而是在劝他 秋秋他自己 没什么好纠结的 就比如楚歌 也想不到他会装粉丝 但偏偏这就是 他自己想做的 甚至违背了楚歌 给他的人设 终有一天 他会成为真正的秋无忌 下一刻 秋秋询问楚歌 他自己想要什么呢 而楚歌不由自主地上前 抱住了秋秋脱口而出 我想要的是 想让你成为一个 独立存在的人 始终鲜活地出现在我身边 秋秋张了张红润的小嘴 傲娇地转过身 不让楚歌看到 他红了的脸颊 事宜自己知道了 现在赶紧回家吧 然而楚歌想说的 其实是 想要秋秋他呀 接下来 两人漫步走在公园中 还多亏了张其人 让他们久违地散散心 秋秋不由一笑 张其人怕是要气死 他刚痛失恋人 你现在却在泡 吓得自秋秋还没说出来 他已经反应过来了 然后哼唧唧地转过头去 自知说错话了 楚歌跟着笑了起来 泡字可能不太好听 应该换个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才对 这话一出 秋秋脸上又泛起红润 他瞪着楚歌一时间 说出不来话 楚歌死猪不怕开水烫 示意自己就是个变态 幻想和书里只骗人谈恋爱 秋秋愤然地大喊 我才不是纸片人 楚歌一脸赞同 反问秋秋不是纸片人 那给不给他机会 秋秋这才明白上了楚歌的当 怒喊着不给 然而巨大的声音 也是引起了别人注意 楚歌连忙拉上了秋秋的小手 示意他小声一点 秋秋还是骂着楚歌 但却没有睁开楚歌的手 而张其人的遭遇也提醒了楚歌 要是张其人向月影告白了 那么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 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 才不会错过不会遗憾 秋秋正正看着楚歌 他不知道这话该回答对还是不对 说他对的话 是不是等于认可他的表白 这些纷乱不堪的想法 让秋秋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 他甚至感觉比休闲还难 楚歌也一时没继续说话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 只是一股以你氛围 在他们两人中产生 让秋秋觉得自己走路都怪怪的 这就是甜甜的恋爱吗 喜爱的女孩和自己同床而眠 当睁开眼睛时 满眼都是女孩的身影 楚歌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原来就在昨晚 两人关系一下子 就进步了一大截 楚歌都已经向秋秋表白了 而那以你的氛围 让楚歌不愿回去 想与秋秋在外边多走一回 两人就这么边走边聊 正是秋秋趁机 把气氛拉回正经事上 询问楚歌他想创造的世界是什么 楚歌出神地想了好一阵子 他理解秋秋的前意思 他想到当初张其人写书情景 因扑界没人看到破防流泪 而楚歌现在写的 不过只是别人爱看的故事 毕竟生活压力摆在那 创造世界什么的 秋秋打断了楚歌的话 他觉得这样赚钱没什么不对 然而秋秋真正想表达的是 楚歌最初的初心 应该是他的书中世界 世界越丰满越精细越真实 才是一个越发合格的创世之神 至于在这个世界下 可以有无数动人的故事 楚天歌的故事 只不过是拿来写的其中一种罢了 楚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先有人物才有世界 如果他和楚天歌都没了 世界也就崩溃了 那么在此刻 秋秋已经不再那么认为了 他们不过是世界的小小缩影 哪怕他和楚天歌都死了 世界的转动也不会因他们而停下 到了那种时候 楚歌便是神 而他要独立存在又有何难 楚歌的心豁然开朗 现在他的群像写法不就是这样吗 没有人再是主角 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主角 看着醒悟的楚歌 秋秋展颜一笑 而楚歌却捏了捏秋秋的小手 霸道地不许他再说自己死的话 秋秋反问楚歌 是在命令他吗 楚歌傲娇地表示 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秋秋红着脸反驳了 楚歌文言条弹起了秋秋 说他是不是在想在书中世界消失 然后永远留在现实世界 这话一出 秋秋顿时有些气急带坏 然后追着楚歌表示不是那个意思 而当时间来到第二天 床上的楚歌醒了过来 他转头一看 便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秋秋 而且秋秋还叫他老公起床了 楚歌瞬间清醒了过来 听到秋秋喊他老公 楚歌兴奋地朝着秋秋扑了过去 准备来个有爱的早晨运动 可下一刻近距离接触时 一股刺痛感传遍了他全身 直接让楚歌惨叫出声 原来刚才一切不过是梦而已 他抱的其实是榴莲 气急败坏的楚歌 起身开始用榴莲练习金钟照 秋秋听到动静 过来看了看 发现楚歌练得有模有样了 不料没到一秒 秋秋就无语了 楚歌因榴莲的原因撞门上了 传来淡淡的忧伤 秋秋叹了生气 让楚歌先别练了来吃早饭 看着秋秋端来的昆淡 楚歌脸色有些发白 然后可怜兮兮看着秋秋 询问今天能不顶榴莲吗 秋秋斜眼看着楚歌 顶着榴莲可以帮他锻炼平衡感 现在他没有形成肌肉技艺 所以不行 可楚歌表示今天他得马子 而马子又要专注精神集中 秋秋摸着下巴 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楚歌马子时间那么长 如果能一边修炼一边写 效果怕是好很多 楚歌思索其中的可行性 秋秋示意楚歌 他有写过一心二用的能力 比如他现在就分心二用 本体在闭关打坐修仙 而他自己来到了现实世界 楚歌一敲手掌想了起来 不就是相当于放置泪修仙吗 楚歌不禁歪歪了起来 要是他也能做到的话 可下一刻 秋秋把楚歌美梦打碎了 分魂他不修炼个几百年 别想了 分心二用倒是可以试一下 接下来 秋秋交给了楚歌分心二用的法门 同时警告楚歌 数法皆有利比 一旦发现有丝毫不同 就立刻停止修炼 楚歌笑嘻嘻答应下来 秋秋傲娇地表示 让楚歌可以去马子了 作为粉丝他还想看呢 楚歌文言不尽调笑起秋秋 角色扮演完上瘾了吗 气得秋秋大喊没有 很不满自己刚才说的话 怎么就默认成楚歌的粉丝了 而这时楚歌对秋秋询问 要不要进他群里当个管理 为他做运营官 秋秋听得疑惑 不懂要怎么做 楚歌便拿起手机交起了秋秋 比如一些乐票 偶尔和平台那边联系 制作角色头像和角色卡等等 然而楚歌打的可不止这一个主意 他的目的是炫耀秋秋这个大美女 是他的女朋友 当你写了一本书 却发现自己成为书中世界的天道 能够操控无数人的命运 每个角色的命运与悲欢 都有你自己决定 你会选择做什么 那当然是把书中女主角 变成自己的女朋友 而第一步就是让她 融入到自己生活中 楚歌便让秋秋来当她的运营管理 为了能吸引秋秋 楚歌说了当运营管理的诸多好处 比如能对接定制角色卡 还有过生日 画角色头像等等活动 秋秋一听 她是书中女主角 那不就是给她的吗 顿时秋秋美眸亮闪闪的 而楚歌也没打搅秋秋的性质 毕竟这些需要输大火了 才能有这些策划 而秋秋也是元气满满的接下了 她不能让别人把她画丑了 要亲自对接 下一刻 楚歌的粉丝群中 空降了一个管理 头像非常原始 就是那只带朵花的母企鹅 名字就叫秋无忌 有女主角正群 楚歌就安下新马子去了 她先是用秋秋 交给她分心二用术法 那样她就能一边修炼一边马子了 而之前与秋秋的聊天中 楚歌明白了 完善世界观的重要性 比人物故事高 当然故事不能丢 只是让世界变得越发真实 而基于此的故事 想必也会更好看 更有代入感 完全沉浸在写书的楚歌 也没听见秋秋有事找她 秋秋虽然有些生气 但并没去打搅楚歌 转头自己思索去了 越发沉浸写书的楚歌 她好像能隐隐约约 感觉到书中画面 与此同时书中世界 原本的主角楚天歌 正在副本里探索 她看着一朵野花随口 对身边朋友说 有没有发现 他们身边的风景 越来越鲜活 仿佛能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生命 同伴笑着表示 都突破到住机器了 仙家的入微视角 和之前自然不同 刚突破那会儿没感觉到吗 然而楚天歌出神地 看着墙角的小花 修行提升的缘故确实有 但现在又开始有这种感受了 总不会马上紧单了吧 她总觉得世界更真实了 以前总感觉到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自己 现在这种感觉在慢慢消失 笼罩在自身的命运 好像也在慢慢转移 而楚天歌倒是觉得挺好的 自己变得轻松很多 另一边遥远的烈焰之狱 颜千烈盘坐在烈焰地狱之中 此时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只因她再次感受到了天道的注视 原本她以为秋无忌更早发现天道 是她的境界走得比自己远 但是现在她想错了 因为她已经和秋无忌一样了 一样能感受到天道的存在 现实世界 楚歌睁开了双眼 刚才她确实在细细感受书中世界 越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她已经期待下次降临书中世界 除了秋秋以外 会不会有人发现她 可同时楚歌又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世界与真实 会不会变得不可控 但很快楚歌打消了这个疑虑 她是书中世界的天道 是他们的创始神 目前掌控他们 依然如同千丝系 她继续马子走既定剧情 如楚天歌踏入地窟深处 四周闪烁着星红的眼瞳 遇见之前被秋秋打败的独守魔君 这是命运注定的踏脚石 她如期出现在历练之地 虽然只是一个很常规的剧情 但是每一个角色的命运 在她指尖绽放与熄灭 人们的悲欢生死由她决定 楚歌仿佛能看到 层层物矮之下 遥远的众生如蚂蚁 不久之后 楚歌万更完毕 而她第一次分心二用 马子的时候就跟走神一样 恍惚之间就写完了 可质量却是没下降 写的剧情格外的舒畅 而且马子气贱 对那个世界的掌控质感也更真实了 楚歌不禁升起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她直接写 秋秋疯狂爱上了创始神 好像可以自圆其说 毕竟秋秋是骄傲无比的女宗主 看不上其他男人正常 只疯狂追逐自己心中的天道 偏执地构想具现天道之神 如果这样写出来 那么她和秋秋的关系 可以更加深入一步了吧 不过很快楚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需要的是真实的秋秋 而不是一个牵线的实体娃娃 这时的楚歌 打算看看秋秋在她粉丝群里 玩得怎么样了 只是当楚歌拿起手机一看 很快她就傻眼了 只见有人开车 然后一群人被秋秋禁言了 楚歌无法想象自己马子这段时间里 秋秋到底禁了多少人 可是居然没人找她投诉 于是楚歌悄悄找了一个老管理私聊 询问他们这样禁言没意见吗 老管理说没有 然而很快老管理反应过来 楚歌打的是她这个字 楚歌没隐瞒 确实是女管理 老管理很震惊 楚歌她居然有女粉了 这合理吗 楚歌回了她一个表情包 这太合理了 接下来楚歌不打算让秋秋胡闹了 打算撤掉秋秋这个管理 却遭到了老管理的拒绝 她表示这个女管理很好玩了 一开始有人在群里开车 然后女管理不知道什么意思 接着去搜 半个小时后回来大骂登徒子 说话这么萌的管理 让大家都乐了 然后又有人问 想不想知道楚大喜欢什么车 再把连接发给了女管理 女管理看了后 静言语骂人就开始了 这时楚歌冷汗从脸颊流下 只因她感觉一阵杀气从身后袭来 来人不是秋秋还有谁 她捏着拳头询问楚歌马字结束了吧 真的有人认为在脸上写个帅子 就认为自己是帅哥 或者写上的你喜欢我 就会有美女头怀送抱吗 原本楚歌拉秋秋是来正群的 结果因为群内的开车 直接把秋秋惹恼了 吓得楚歌顶得榴莲乖乖坐在沙发上 听着秋秋对自己阴阳怪气 楚歌只能辩解他们是开玩笑的 而且她也不是变态 秋秋对着楚歌冷笑 她才不信呢 不是变态 会有人当初骗她穿黑丝吗 而楚歌看着秋秋红润的脸 就知道这位傲娇宗主还是羞涩了 接受不了那么开放 楚歌叹了生气 差一点她隐藏的几个体文件 就被群员出卖了 她为了证明自己 也是有正经的群 便把那个大神群给秋秋看 可那群的恶搞名字 以及那些消息 还是让秋秋误会了 对着楚歌那叫一个嫌弃 还说不是变态 秋秋让楚歌少混那种群 刚才她看的什么图神正道群 未来白金群就很不错有志气 随即秋秋回到自己房间中 楚歌无奈点开图神正道群 看了一眼 里面正在复读 年终大神年会名单出来的本群灵人 未来白金群也是一样的灵人 反而扑街开车群 却是另一番模样 不仅有18人 还有那凡尔赛的的话 看着楚歌血压开始升高 而屋内的秋秋把睡衣换了 戴上口罩 对着楚歌表示自己要出门买宣纸 顺便买几盆好看的盆栽回来 楚歌闻言让秋秋别坐地铁 他现在坐不了 秋秋回头示意自己研究过了 坐公交可以 搞个口罩就行 哪路车都看好了 实在不行就直接飞 哼的一声关上房门 楚歌挠了挠头 其实他很想问秋秋 是看了哪辆车 随即楚歌开始质问群内他的粉丝们 今天开车开得很爽啊 看着都是夸秋秋的话 看着有人说以后开车会注意一点 楚歌直接回不用 直接开到他习惯就行 还用他的加根为诱饵 而这些话当然被秋秋看到了 气得他咬牙切齿的 又不能禁言楚歌这个群主 于是公交车的福把就遭殃了 不多时 秋秋将那些杂念去除 可还是气不过 楚歌居然敢怂恿他们开车 不过秋秋这时想了想 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 秋秋看得出 这并非一个群都是变态 而是他们对那些话见怪不惯了 反倒是他自己言行显得那么突兀 哪怕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 在表面看上去已经很像的现代人了 骨子里还是格格不入 他不禁想到楚歌问话 问自己了解他多少 秋秋不禁握紧了拳头 他确实是不怎么了解楚歌 然而这时 司机师傅回头对秋秋喊了一声 车到终点站了 秋秋顿时懵了 下了车 他对楚歌就是一顿臭骂 都怪他 让自己坐到终点站 这是一阵威风拂面 秋秋睁开眼眸 看着绿水青山茫茫稻田 秋秋内心不禁放松了下来 他终于看见了一些他熟悉的风景 而这一幕 也被一名干活的男人看见 秋秋那仙气飘飘的模样 瞬间就击中了他的内心 于是伸手摸向后面的裤子口袋 掏出了一支笔在脸上写了起来 然后朝着秋秋走去搭讪 秋秋顿时震惊了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帅的男人 简直是万年所见最帅的美男子 只见男人脸上写了个帅子 怎么看都有点滑稽 而秋秋承认他很帅 可也不想和一个脸上写字的人说话 卷毛不禁皱眉 帅都没有用吗 他又转过身去写了起来 只见他在帅的下面 写了个你喜欢我 于是他再转过头要说什么事 迎面就是一个鞋底踹了过来 卷毛顿时空中转体360度 砰的一声 趴在田梗上呻吟 秋秋冷哼了一声 凭你也敢对本作用霍心之术 连他都不敢影响本作心智 卷毛哭了 他这不是霍心术啊 谁家霍心术写脸上啊 这狗屁异能一点屁用都没有 秋秋则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种异能他倒是第一次见 这时秋秋听见他接起电话 其中几个关键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比如请他们干活 以及张总两个字 而另一边的楚歌 此时无比欠揍地笑着 原来是粉丝在声讨他 说他的章节短小无力 至于他们说的要顺着往线揍他 楚歌一点都不在意 然而下一刻 屏幕里迎面出现一只拳头的虚影 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 楚歌顿时懵了 真的有顺着往线打人的这种异能吗 要不是他有金钟罩 怕不是被打晕 而且那是不是也能 想到那种可能 楚歌不禁害怕捂住了屁股 与此同时另一边 一个胖子捂着手大喊着疼 楚大是带着铁面具马字的吗 这时手机响了 胖子接起一听 有人要请他们干活